第2041章感尸 这近百条一退 其中包含了金丹 原因 甚至真菌的尸体 当然 金丹最多 原因就很少 至于会不会有真菌的一退 那就纯凭运气 至于小小柱肌门 肉体实在太弱 哪怕感尸人施展了所谓的秘法 也抗不住宇宙虚空的侵蚀 感尸最少数年 这些小小的尸体 怕连骨头都剩不下一根 没有意义 为什么一定要用感尸这种方式 就不能装麻袋被过去呢 省时省力速度还快 这是很有讲究的 属于香火城神道特殊的修炼方式 其中勾获不足为外人道 但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香火道的本欲局限性 比如天性之门的香火道 它就是一个介域的信仰香火 在这个介域中 你把一退不管放在哪里 都会长时间不朽 但如果把这些移退放进那界 或者远出宇宙 就会出现麻烦 不是移退中的香火力量会消失 而是会产生变异 有出现异灵的可能 所以要想把这些移退 带往遥远的另外一个星体 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们 曝露在宇宙之中 通过送葬人 一前一后的香火信仰流转 在飞行中冠穿雨整的队伍的移退门 形成一个类似封闭的香火流转法阵 就能保持这些移退的纯粹性 不使其产生变异的可能 同时 经过长时间的香火法阵流转互通 等真到了天移梦境 香火信仰力量返还时 因为有这段时间的沟通 也能回来得多一些 与人与乙 都很有力 所以敢施旧成为了必然 也不独他们天性之门一家 在这片浩大的空域 数十方宇宙之中 每一家的做法都和他们如出一彻 三人去均分近百人的香火信仰 听起来很多 但考虑到他们能得到的并不是全部 而只是一部分 而且队伍中的大部分一退 生前都不过是精丹境界 所以实际上每个人也不可能吃饱 肯定是有收获 但说能有多少 那就个贫运系了 百人队伍 排的就是个最简单的一字长蛇阵 因为这样最有利于香火之力的流转 毕竟都是些移退尸体 你也不能指望他们如活着时一样 排出多么复杂的阵列来 一字长蛇阵就正好 简单明了 一气通成 连个拐弯的地方都没有 便于通顺 就像一只巨大的虚空游蛇 在宇宙中微移而行 也是这方宇宙的一个独特的风景 如果离天移梦境再近些 有多条 甚至十多条这样的游蛇在天移梦境上空游动时 那才真正是壮观 而且每百年都有一次这样的机会 因为天移梦境的返还香火信仰力量不是每一年都有 而是百年一次 这也是为什么天性之门要攒百年以退才送葬一次的原因 吃蛇在虚空中微移 他们已经在这方浩瀚的宇宙中奔行了数十年 不过一切都是值得的 当他们在天移梦境得到回报时 每个人都能得到至少数百年的香火信仰力量 这是他们不辞辛苦的动力 这样的队伍 在虚空中奔行当然有很多的危险在等着他们 最主要的就是虚空兽 一推也是他们最喜欢吞食的补品 一经发现 必然不死不休 好在 他们的实力很强 一只剁手怪在远处探头探脑 他很喜欢这一长串的补品 但他同样很清楚单凭他一个 没有吃到嘴的能力 于是身形一饮 就要飞去别处找些帮手 身体将消未消之时 忽然一道火种在其兽丹核心开始燃烧 知道不好 在详使手段已试晚了半步 火种不知性质 燃烧焚化起来却是异常快捷 而且势不可挡 显然并非反种 就在他嘶哑的咆哮挣扎中 热头已达真君之境的虚空兽 当空燃成灰灰 却连珍贵的兽丹都没留下 天性之门的香火之道 正是火焰之道 燃回真君就笑道 师兄这守信火众生真是越来越犀利了 一只真君的剁手怪 也抗不住师兄的一枚干火之种 徐氏道人淡然道 这些妖物 贪得无厌 既然发现 就不能轻易放过 否则他再来时可就不是孤独一只 而是成群结队 虽然也未必能怎样 可也毕竟麻烦 更何况 如果运气不好遇到个虚空受亡者 队伍多多少少会有损失 数十年辛苦被他拾去 如何甘心 在虚空中经历 最近拿桥装大 危险不消灭在萌芽中 反倒纵容这些虚空兽去搬取援兵 只为体现自己高手的风度 他们都是久走虚空的老手 当然不会犯这种原则性的错误 只要有单独虚空兽出现在周围 那必定是要赶尽杀绝 以绝后患的 燕回唯唯一笑 师兄说的是 他是天性之门的圣女 像香火信仰道这样的道统 通常都会有这样的设置 不是门派施力有多么的需要 而是广大的凡人信众有这样的需要 凡人麻 对神道之密总是有这样那样的偏见 有个这样的圣女形象 就能做到更紧密的拉拢信众们的心 有圣女 当然就一定会有圣子 挑选的条件除了本身的实力潜力外 外貌形象也很重要 圣女吸引男信众 圣子吸引女信众 虽然这里面充满了荷尔蒙的味道 却是真实人类世界信仰之道的一个特点 圣子这次没来 因为上一次百年已经去过了 仅凭想象 就能猜到那是怎样一个英俊潇洒的出色人物 是里击这样的普通货色没法比的 圣女就更不用说 在这片浩瀚的宇宙 单论相貌 无疑是众多香火道的圣女最为出挑 那已经不是万众选宜的概念 是一里挑一的美丽 而宴回在这些圣女中也算得上是出挑的人物 想一想 连大宴都要回头 何况人呼 狮蛇继续向前 还没飞出一刻 徐师道人却是微微皱眉 因为他感觉到又有十数头虚空兽围了过来 显然 这些虚空兽方才就在附近 感觉到了同类的呼唤 于是这才一涌而上 后面压阵的风险高声道 师兄 这些东西就交给我可好 瞿久没有活动筋骨 正手头痒痒了 徐师却不理他 对宴回道 师妹看顾好施舌 我与封师弟去去就来 第2042章混入 两名天性们香火道修士 一阳神一元神 像是与头虚空兽赢去 对他们两个来说 也算不上是多么有挑战的战斗 虚空兽有好几头是真军境界 但对一名羊神来说 不应该成为障碍 更何况还有一名 已斗战为了的天性护法风险 风险原本也是天性之门 圣子的有力竞争者 只不过相貌有些奔放 故此现在安排了个护法的名头 对他们来说 什么样的地位就能得到多少香火 所以这些虚名并非毫无意义 天性之门是拜火之教 各是火种层出不穷 是信仰之火和道静之火的结合体 从中可以看出 香火道并不是纯粹的信仰之道 而是挂羊头卖狗肉的一个综合道筒 也不知是什么人创立 却把信仰和道法完美的柔和道了一起 建立了一个崭新的东西 变化 无处不在 也不能说香火道就是一端 最起码在这片天空下 它才是最贴近天道的东西 存在 既有道理 两个人的火种地刺在虚空兽体内点燃 他们很是擅长单点焚杀 其中趋势还记起燎原之火控制兽群 以他阳神的修为境界 做到这一切并不难 一个稳健 一个狂暴 虚空兽在两人的焚集下依次坠落 眼看又是一场完美的屠杀 却不常想 一只虚空兽莫名其妙地脱离了燎原之火的控制 一个转折 变相长长的狮蛇冲去 看此兽之贪婪 如此违禁之下 不想着立刻逃走 而是想临走之前再咬一口 也是受为时亡的典范 趋势 风险两人却不惊慌 丝毫没有回头一顾的意思 这是正确的战局把握 不能因为一头虚空兽的脱离而影响了整体的把控 至于不知什么原因跑掉的那头 自有操纵狮蛇的燕回处理 在天性之门 圣女可从来也不是只靠颜值就能上位的 那头虚空兽仆一接近 燕回蓝指一点 一朵青莲之火就已把虚空兽包围 和趋势风险的火种由内而外不同 它的火却是由外而内 也不是施展层次上的高低 不过是手法不同罢了 但燃烧却是同样的迅猛 醒刻之间 一头出入真君的虚空兽已被燃成骨架 剧烈的火系波动传荡开来 狮蛇都被冲击得略为散乱 但在燕回的控制下 还是很快地恢复了正常 燕回一抹而鸡的法司 叹了口气 和两位师兄相比 他在火种应用上的差距还是很明显的 在香火道的传承中 越接越近就是个永远的传说 可不像道门那样容易 在香火道 境界就代表了实力 没有例外 他这里才一处理完忽然冲出的那头虚空兽 趋势风泻也已解决干净成群的兽体 两下会合 施舌队伍依然如故 97条失退 一条不多 一条不少 离天移梦境已经很近了 接下来不仅有虚空兽的骚扰 但更多的却是人祸 打点精神 行百里路半九时 都已经来到了这里 可容不得出半点差池 虚空兽的威胁毕竟有限 对人类来说 威胁最大的方面 永远是来自人类本身的 宇宙广袤 他们来天移梦境的行程在初期很难遇到其他失舌队伍 但当大家最终都会聚到一点天移梦境时 接触也就不可避免 在修真界 争斗无处不在 区别的只是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而已 风泻冷笑道 师兄放心 不就是那几个协议之道麻 他们不来便罢 只要敢来 必叫他来得去不得 香火道之间的征伐和修真界其他道童也没什么区别 目的无非就是把自己的香火信仰推广得更广更深 信众更多 以利收割信仰 天性之门在这片庞大的空域中也算是个有头有脸的香火道大派 当然也就有些和自己相匹配的对手 互相间的尔虞我诈和正常道门相比一点也不逊色 具体到送葬意图 每百年一次的天移梦境之会也算是个很固定的交锋之所 从来就没有一次是安分的 大家都在琢磨着怎么再保全自己的同时 尽可能的阴调别人 也是天移送葬的开胃菜 凡人有亲朋好友趣事 送葬中上有一套繁文入节 敲锣打鼓 哭爹喊娘 作为修士们搞这一套也不弱 只不过要高端得多 他们的方式是斗尸蛇 就像前世里基的世界中有五龙一说一样 这里的修士则是在宇宙虚空中五尸蛇 不过不同香火道之间的斗尸蛇可不是文斗 用早已商量好的方式有来有往 图个了喝 这里的尸蛇之斗可是真杀 出几条人命 尸蛇队伍被打散 慢空的尸体一退乱飘也是寻常事 不同香火道尸蛇之间的争斗 并不是为了对方的那些修士一退 不同的香火道筒之间 天性之门的拜火道并不能为其他香火道接受 同样的 他们也不能接受其他的一退信仰 这样的争斗其实就是个互相损人不利益的行为 发展至今 却成为了一种仪式 至于对逝去者尊重不尊重 谁还来管这些 曲氏提醒的就是这个 两条或者数条尸蛇在空中互相纠缠 就以最后哪一方的尸蛇被甩出的一退多少来定胜负 也算是一种无比重的纹斗 极具香火道特色 尸蛇继续前行 三名香火道修士却是谁也没有留意到 在97条一退的队伍中间 一条一退的眼睛咕噜噜地转了一下 面色表情却不是死物 仿佛活物一般 里击趁虚空兽造成的混乱瞬间混进尸蛇队伍 并不是图个好玩新鲜 而是有其自身的目的 那条忽然冲出去的虚空兽也是他倒的鬼 就是为了制造一个替换的机会 他虽然不懂香火道 但他懂信仰 深具信印 当天信门的香火力量在尸蛇中流转时 他不需要从中出力 而只需要通过信印传递一下 再加上他完全超越的境界层次 天信门人却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竟然还有一名道门修士能够做到混击 在队伍之中 简直就是匪夷所思 以这种方式接近天移梦境 是李基能找到的最隐蔽的方式 在他看来 就算是纳尔施在马呼在大意 也不可能在他进入天移梦境时还茫然不知 所以一定要有个遮掩 这条狮蛇 这种强烈的香火信仰波动力量就是最好的掩护 第2043章斗狮蛇 持数日后 一个奇幻的星体出现在众人眼前 仿佛由光和影 细合物组成的幻境 就是香火道修士门口中的天移梦境 天移梦境 是个非常奇特的地方 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来形容 如梦如幻 就是它最好的概述 这不是一个具有固态实质的星体 更准确的说法更像一种天象 在这种天象中 精神的力量被无穷的放大 仿佛就是附近数十方宇宙的浓缩 也不知道是周围数十方宇宙的存在 才造就出了天体梦境这种地方 还是因为有天移梦境 才影响了周围宇宙天道向精神力方向的倾斜 太过久远 无法考证 既然没有实体 当然也就没有人类凡人生活 但这里仍然生存有生灵 是一种教室魂兽的存在 它就像是一种虚空兽 但却从来不飞出天移梦境 如果把天移梦境当作一个界域 一处星体 那么这种是魂兽更应该称之为 界域奇特生灵中的一种 而不是简单地归纳为虚空兽 是魂兽就是天移梦境的主人 数量并不多 不是一种靠数量取胜的种族 之所以能在天移梦境中长存不灭 是因为它们悠久的生命 和在天移梦境这种独特的地方的 无与伦比的加成能力 简单地说 在天移梦境 它们就是神的存在 出去 就是装神弄鬼的普通货色 要消灭这个种族的前提 就是湮灭天移梦境这样庞大的天象 对一个单纯从体量上来看 比五环还大至少百倍的半叶态 半气化 虚实不定的天象来说 要做到湮灭它 恐怕都不是人先能力范围之内的事 需要更高层级的力量 这样的天象在宇宙还有无数 哪个真仙金仙会闲的没事来湮灭它 还平白种下因果 附近数十方宇宙的尸蛇 开始在天移梦境外集聚 几乎每方宇宙的香火道都有赶尸前来 尸体多少而已 但尸蛇总数一般不过百 再长便不好控制 在宇宙飞行时容易被虚空受骚扰 而且在斗尸蛇时也转动不变 漏洞太多 不超过百人 基本就是标配 再多就只有另开一条尸蛇 这是此间香火成神道的惯例 数十方宇宙 有大有小 或多或少 慢慢聚在此处的尸蛇队伍也很可观 蔓延望去 就像有数百条飞蛇 在天移梦境上空盘旋游移 等待天移梦境开静的正日子 天移梦境中的给王师超度的业务 也不是随时随地的 具体的时间就是以百年为限 时间一到 自然有事魂体出来接洽 不是说现在修士门不能进去 驾师来的修士大部分都是真君层次 他们孤身进入天移梦境没有任何问题 说白了这就是个精神能量异常的天象而已 又不是什么鬼门关 但天移梦境的主人们 也就是那些是魂体们 却是一些小气的家伙 领地意识极强 贸然闯入 就算是不攻击你 但不帮你超度一退却是必然的 大家来这里都是理下求人 既然有求于人 当然要遵守主人的规矩 顺应是魂体的习惯 所以不管大派小派 无论阳神因神 便都在外面等待 以示尊重 在这里 在这段时间 就是肇事的温床 各种拉帮结派 各种勾心斗角 各种丝绸派恨 在这里就是一个解决的场所 这是一里感尸的一个副作用 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 有慢慢成为主题的趋势 也是人类的劣根性使然 天性之门的狮蛇慢慢汇入天空中盘旋的蛇群中 近百尸体的队伍 在漫天空的蛇群中还是很少见 百年死尽百味精丹以上的修饰 这本身就意味着这个香火道筒的强大 吃蛇群的盘旋 有数万年来传下来的规矩 可不是毫无规则的胡乱盘旋 如果用一个形状来形容 就像一只巨大的甜甜圈 大家都在围绕着同一个圆星座圆周运动 中间却空出了一片近达数十万里的中空之处 这里就是特意围妖斗解决恩怨所空 就像一个缓缓旋转的圆形决斗场 天性门的狮蛇加入了这圈狮蛇群的盘旋中 趋势放开神式 在数百条大大小小的狮蛇中 找寻天性门的敌人 对手 同时也在防范他人的乐意寻找 在盘旋的过程中 甜甜圈内部中空处就没停下过解决争端的战斗 或者两两相斗 或者数个狮蛇混在一起厮杀 让李济十分不解的是 为什么这些香火道修士打架 就一定要带上自己这些同门的一退 活着的修士下场厮杀不好吗 还方便竖法的应用 不用一直拖着这一串巨大的累赘 但香火道修士的想法他第一次接触 也确实理解不了 这并不奇怪 被施作战的可以有 还有被这祖宗排位打架的呢 那是他曾经偶尔接触过的一个宗门 属于变异的家族修真 能从祖宗排位中获得力量 战斗很激烈 也很有趣 既然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的解决争端 就不会出现以大欺小 以多欺少的情况 双方实力基本都是对等的 不存在一条十数人队伍的小狮蛇欺负百人大狮蛇的情况 修士所带的移退越少 所受到的牵制就越小 就更灵活 还有些其他的影响因素 他也一时看不明白 总体来说就是实力相当的对手才有在中心处放队的可能 这涉及很多方面 修士的斗法 不应该是去除一切不必要的拖累麻 拉着条长长的狮蛇 还要在战斗中考虑怎么做狮身才不会被对手断掉 打散 这对修士战斗力的发挥影响之大 可想而知 但因为双方都是这样一种形态参战 起码在影响上也是相互的 所以也没有谁占便宜谁吃亏的问题 另一个比较有趣的是 无论是百人的大狮蛇 还是数十人的小狮蛇 基本都是由三名修士操控 前二后一 或者前一后二 就像他前世的武师 两人操作 讲究配合 他的判断是这可能和香火道的传承特点有关 也没法去细旧太深层次的东西 但为什么要一定带着这些移退尸体作战 更大的原因应该是在天移梦境 只不过其中究竟 还要深入了解后才能知晓 他也没有这方面的兴趣 只希望这种化蛇天足的狮蛇之斗早早结束 他也好跟着狮蛇扎进梦境中去 恶狮才是他的唯一任务 第2044章玉闷 天性之门的狮蛇队伍来的比较晚 所以还没等他们对在场的狮蛇队伍有个详细的了解 就已经有人挑衅上门 光明轮教和天性之门一样 也是在附近宇宙中鼎鼎有名的香火道大势力 每个香火道势力都有独属于自己的图腾 像天性之门就是一团火焰 他们也确实是玩火的行家 光明轮教的图腾就是一颗黄黄日星 光芒万丈 从根源上来说 火焰和光明同出一圆 是一脉相成的东西 按理来说互相之间应该更亲近才对 可人类就是这么的奇怪 就像卖石灰的看不上卖白面的一样 越是相近 越是掐得厉害 天性门说 因为先有了火焰 然后才有光 光明轮教则认为 先有了宇宙之光 火焰才有产生的可能 这个争论争了数万年 就像争论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 打架也打了数万年 没有结论 和解遥遥无奇 反而越演越烈 光明轮教来的比较早些 所以在见到天性之门后 立刻按捺不住地跳了出来 这也是每百年都必须有的节目 就像上一次天性门主动挑衅的光明轮教 而且大战上风一样 这也是知敬百人的感识队伍 同样三名修士负责御师 只不过和天性门前二后一不同 光明轮教采取的是前一后二的阵型手法 其实也没根本上的区别 谁又能完全说清楚施舍哪边是头 哪边是尾 要小心 他们换了御师人 一名阳神两名元神 念回师妹 不要轻易进攻 他们可能会从你这里找突破口 徐氏道人谨慎道 在御师三人组中 阳神元神因神 真君三境界是标配 因为这样的组合是在天一梦境中最合适吸收香火之力的排列 但这一次的光明轮教显然为了争个面子 就不顾香火吸收是否实惠 而只管战斗力是否足够 战便战 怕他作甚 师妹放心 上次我天性门得了彩头 占了上风 这一次同样不会错 风泻战意满满 自性膨胀 他说这一番话是意犹所指的 上一次百年感识 是圣子一行三人去的 很是出了些风头 让天性门威望大涨 之所以如此 就是在数次斗师蛇中皆有圣五败 一个势力 其中总是有这样那样的派系对立的 香火道中 不存在所谓师徒家族之分 其中最主要的矛盾却是圣子一系和圣女一系的隐隐竞争 因为上次很露脸 所以圣子一系在近百年中 试头隐隐就压了圣女一系一头 这让有些人就心存不满 最直接的当然就是圣女宴回本人 所以这次的百年感识 就拉了圣女一系中最亲近的 渠世大师兄压阵 就是为了做得比圣子一系更好 至于风血 本属于圣子一系 不过他当初在和人争夺圣子一位时遗憾出局 心中是有怒气的 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和圣女一系走得很近 因为其实力确实了得 当初够资格竞争圣子就能充分说明这一点 也就被燕回拉入了阵营 一为怨气 二为美色 一番言语其实就是为表中心的 燕回点点头 多谢两位师兄 小妹理会的 他们最好不要太过分 否则小妹这里也不是宁爷的呢 香火道之天性门是个比较独特的道统 门派执掌者由圣子圣女轮番出掌 就看谁的表现更好 才有接下来的百年控制之权 判断由长老团评断 还算是公允 燕回已经好几百年没有拿到门派的掌控之权 长辞下去的话 必定有人抗不住压力转头圣子一方 到时回天乏力 越弱越被打压 在无出头之日 最终恐怕还会落得个改换圣女的结果 这是他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见到的 香火道和正常道们不同 可以自行修炼提高 自己有潜力就总有出头的那一天 香火道修饰非常依赖资源 其实就是香火之力的分配问题 谁地位高 谁有话语权 谁就分得更多 燕回好几百年未曾长派 圣女一系的修饰早就因为资源不足而有怨言 这一次再不能打个翻身仗 怕以后都没有出头之日 这是几日来第一次出现的大门派大势力的角逐 大家都很兴奋 就像过节一般 在所有的蛇斗中 这种进百人的队伍相较是最刺激最好看的 因为要分神看顾百人一退 所以修饰被牵制了不少的精力 这也意味着出现伤亡的概率更大 两条狮蛇游进中心空场 同时绕圈而动 在奔行中找寻对手的弱点 已做到一击而破 两个道统是打了数万年的老冤家 对对手的功法特点之根之底 也不存在互相试探的过程 一上来便是全力相搏 这也是无数看客们兴奋的原因 犹如两条昂起舌头的大蛇 在游宜中不断地生吐舌性 那是双方在快速及发最拿手的连珠树法 天性们是木焚树 光明轮教则是光切之巨 这两种术法都是威力有限的终极术法 对修蛇的危害有限得很 最主要的还是针对两条狮蛇的中断 也就是那些没有一丝抵抗之力的一退 僵尸 对自家蛇身的保护主要来自于尸蛇的速度躲避 偶尔燕回在蛇身躲不过对手的攻击时 也会传过来香火之力增强蛇身的抗力 百人的队伍 香火一传 就像过一阵电流也是 李基混在其中扮尸体 也是扮得心中郁闷 他扮过很多角色 老得少得厉害得无能的 甚至还想象过有一天也可能半个女人 但却从来也没有想过有朝一日自己还会半具尸体 还是大庭广众之下 上千名真金级别的眼皮子底下半尸体 本来以为能靠这诗蛇混进天一梦境 没常想这些无聊的家伙竟然在梦境之外玩什么斗诗 搞得他也很难堪 已经到了这个份上 哪怕心里有抵触 也不得不硬着头皮眼下去 这眼自己的气息并不难 他净结构 又有性硬中转香火信仰 讨厌的是 他不得不在外表上也必须表现出尸体的形态 比如 要控制血液流动让脸色变得苍白些 得闭上眼 手脚要僵硬 就特麻插在吐出一截舌头了 关键是 这斗法双方没完没了的兜圈子 浪费时间 哪里像斗法 根本就是在玩老鹰捉小鸡 第2045章切割 终于 在动了无数次的圈子后 双方同时发起了进攻 天性门的施舌一昂舌头 趋势和燕回同时祭出火种 趋势是干火内饮 燕回则是昆火外放 乾坤之道 内功外伐 只是照定了对方舌头之羊神 欲行那斩首一击 舌尾的封屑则是施展出了三位羊火 净烧对手的石身 这是公敌之所必就 牵制对方另外两名修士对舌头的支援 光明轮胶的施舌却是伏低级窜 行径之间整条施舌盘成同心支援 醒客之间舌头舌尾合在一起 三名修士会合 让天性门的所有攻击落了个空 天性门想分头打击的意图被试破 面对三人合拢 他们的攻击还远远不足以取的效果 公平地说 在实际判断 在攻法选择上 这一次光明轮教派出的三名修士 确实在天性门之上 双方一攻一守 瞬间距离便由相距十数万里 拉近到了万里之内 轮到光明轮教出手 他们却没有使用其灌常的香火道攻击手段 这在一次地出乎了天性门三人的意料之外 光明轮教此次挑衅 致在洗刷上一次失败的耻辱 所以准备得非常充分 术法针对性极强 相对来说天性门圣女一系三个人就要差些 他们不是没准备 而是失之精细 最重要的是 他们的对手有很多 也不会独独对光明轮教设防 两相差异 高下立判 光明轮系确实用了一个在斗施舌时 很少用的光龙之符 这是一个范围控制术法 三人同时使用 效果非凡 其作用就是 把双方的斗战空间压缩到一个相对很小的范围之内 意图很明确 压缩范围距离 当然是想尽身用施舌切割 这考究的就是香火修士自身在香火信仰上的深厚程度 是最取不得巧的方法 光明轮除去一名羊神外 剩下的两名修士都是元神 而且在他们的一退尸体上还有特别的加固 这样的措施下 当两条狮蛇纠缠到一起 互相切割时 断的是哪一方就不言而喻 方法有些笨 却是剑销最快的方法 能在最快的时间内打散天性门的施舌 可比双方在比试书法要来的干净力弱得多 毕竟天性门的实力放在那里 不是弱者 上一次战胜光明轮也纯粹是凭实力 半点技巧也没有 这一次是圣女带队 又能弱到哪去 在众多香火到眼皮子底下斗法 这种催生罪提示器 也最常威望 这就是光明轮修士欲要达到的目的 为此 他们准备了百年时间 天性门三人有些猝不及防 但驱士道人的反应仍然很快 光龙之福才一出现 他就意识到了对方的意图 一旦自己一方的施舌被切割两段 就意味着他们三人的香火信仰力量的联系被切断 接下来就会陷入各自为战的窘境 这个过程会非常短 但对修士来说 短短数席中也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来不及后悔 只成喝道 拜火炼 火影山 五席后福西更未会合 拜火炼 是集中三人的所有香火力量加持施舌的坚韧强度 以其在接下来的两条施链互相切割中能够切断对方 而不是被切断 这只是亡羊补牢 事实上 既然对方处心积虑地选择了近身丸施舌链切割 那么其中的准备自不代言 互相碰撞切割中时有八九自己一方的抵挡不住的 只从香火力量深厚度来说 验回这个短板就无法回避 所以只是种死马当作活马役的方法 关键的是在后面的火影山 这一招同样不是攻击之术 而是范围遮掩之术 一经施斩 火影重重 能让对方暂时无法抓住他们的踪迹 以便竖息后他们再更为重新逢补施舌之链 至于到时候施链被切断 会损失多少移退尸体 那就只能看天说话 看他们舌头能带出多少移退 舌尾能抢出多少尸体 最后再拼凑到一起 变成一条缩水版的尸舌 还会剩下多少尸体 来不及反应更多 万里之内 对两条高速移动的尸舌来说 碰撞几乎就是在瞬间发生 天性们的尸舌在刚刚完成拜火神殓的同时 两条尸舌变成近乎直脚对气而过 就像李基前世小时候和小伙伴们玩火柴对折游戏 两人各掐一根火柴 十字交叉在一起 用力一纳 谁的火柴棍折断就算谁输 李基心中吐槽 自修到三千年来 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傻气的斗法方式 偏偏他一个堂堂人先大修 在这场小儿游戏一般的玩笑中还被当成了工具 一根火柴棍 两条各近百人的人棍对戈 最终就一定会有一个切割点 落实在某具尸体上 李基都不用想都知道 这个切割点的位置一定就在他这具尸体上 这是三千年修到养成的经验 如果天上掉馅饼 就一定砸不到他身上 如果掉得适时 那他里乌鸦就躲都没地方躲 仿佛他自身带有一种奇特的光环 吸引着天上地下无数苍蝇往他这坨屎上落 这是他的不幸 却是天性门的大幸 想再扮仙尸体上一切两断 想什么呢 要想潜入天遗梦境 就还得依靠天性门这根倒霉的狮蛇 李基心中叹了口气 老子忍了 说时迟那时快 从光明轮教际出光龙幅 到两条狮蛇相撞切割 时间都不超过三席 流光掠影中 无数围观修士都嘖嘖出声 不愧是一场精心预谋的挑衅 从挑战 到对峙 到战术选择 到时机掌握 如果再加上前期准备 光明轮修士实力更胜一筹 诗蛇恋明显经过了特殊处理 意义生辉 这是一个天性门必将品尝苦果的碰撞 事实证明 修真界没有永远强大的修士 保持敬畏 保持关注 小心翼翼对付每一个对手 才是修士能一路安全走下去的关键 而不是像天性门这样的忘乎所以 被人带住机会 诗蛇恋必断 就算过后再逢补拼凑 能不能保持半数都不好说 正如他们所预料的一样 两条狮蛇对弃而过 一条安然无恙 一条崩散之离 数十具尸体一退散的到处都是 在火影山中 就如鬼影长长 第2046章这蛇 天性门三人 驱士 印回 风险 如之前计划般的 在对弃而过之后 迅速施展了火影山树 让周围空间陷入一片血红艳影之中 然后 三人下意识的就要往福西更未飞 却忽然发现好像有些不对 他们的尸蛇 似乎没断 断得反而是光明轮一方 就像江湖仇杀 一系列的准备 百般筹谋 千般规划 最后刀子都捅出去了 都已经插到了对方胸口 却发现 刀子因为品质不好 断了 天性门三名修士有些萌 所以他们错过了最好的乘胜追击的机会 光明轮交的三名修士同样很萌 因为只有他们自己很清楚 刀子品质很好 根本就不可能出现自己的施舍 反而被断的结果 虽然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 但他们的反应却比天性门更快些 在天性门展开攻击前 尽量多的收集移退尸体 就算是这样 近百条尸体的尸蛇 现在也不足八十名 开局不利 当头一棒 最糟糕的是 因为天性门尸蛇非同反响的坚韧 在没有找出原因之前 他们都不敢再使用近身的战术 这对光明修士来说非常打击士气 为什么没折断 已经没有时间去考虑这个问题 既然幸运站在他们这一边 既然今天是火焰之日 那还有什么可以犹豫的 天性门三名修士的节奏 开始变得非常奔放 火种依次绽放 当天性门到桶放开手脚失为时 其博大精深之处 确实在这数十方宇宙中独树一致 让人刮目相看 不愧是名声于外的大势力 大道统 宴回圣女心中有喜有忧 喜的是幸运站在他们一边 忧的是战斗力不可能一直依靠幸运 而且 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 不好说 也不能现在说 在天性门三人组中 居士和风谢两位师兄主攻 他主守 所以整个施舌的调动施展由他主控 只不过香火之力会得到两位师兄的支持 就在方才 在两条伸舌交错而过的瞬间 他有一丝隐隐的怀疑 一个怀疑是 以他的感觉 自己一方的施舌根本就不可能断掉光明轮的施舌 修真戒中没有侥幸 实力高低决定一切 强就是强 弱就是弱 一条钢丝绳和一条棉线对割 结果钢丝绳断了 你能仅仅把它归咎为幸运 他是最直接的感受者 对其中的变化有隐隐的猜测 与其说是自己的棉线格外的坚韧 还不如说在接触的那一点 那具尸体格外的强悍 另一个怀疑 战时不能说 趋势又传来了指令 八卦种火 荡魔七世 这是一种三人合力的 类似于某种阵法的攻击方式 之所以在这里使用 是为了对付对方的大光明咒 也是一种三人合力的阵法咒 作为对对方都料弱指掌的修饰来说 他们双方都不存在压箱底的手段 这次的合力阵法攻击碰撞 大概率上最后也就是个半斤八两 谁也奈何不了谁的结果 虽然他们在第一阶段取得了优势 但那是一个意外 不可重复 因为他们猝不及防 也没有做到最快速度的扩大战果 所以现在和光明伦交的争斗 依然是个平手之局 如果现在双方罢首 他们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这是个小胜之局 问题是对方不可能罢首 就只能再找机会 但他们已经意识到 这一次的天一梦境之旅 可能不会如他们来之前想象的一般 想超越上一次圣子他们达到的高度 难比登天 双方的火种光轮在一一碰触中对消 趋势的火种占了上风 雁回的火种也没落下烈士 变化出在风险身上 他的火种在和对面同样一名元神真君的对碰中有些不敌 使整个法阵回圈出现了瑕疵 这不是他应该有的正常水准 火种和光轮继续对转 一轮轮中天平逐渐倒向光明轮一方 每一次的回圈在风险处总是会落下烈士 趋势当机立断就要趁烈士不明显时退出这场功法消磨 却不料光明轮修饰死死咬住了他们 让他们不得不印着头皮对号 趋势低喝 风失地 为何心神不定 这次战斗你六成实力都未曾发挥 不知是何原因 风蝎便道我已尽全力 对方之术对我的活中有压制约束 师兄何谈我出功不出力 燕回却一眼看出了问题所在 结合之前的判断 冰雪聪明的他立刻猜到了事实的真相 趋势是不好直说 他却没有这方面的顾虑 风师兄 你这是在为圣子一系出力麻 为了在那边得到一个好的位置 就出卖于我们 一看话已说透 风蝎也不隐瞒 师妹 圣女一系大势已去 良情则木而期 我本就属于圣子一脉 又何谈背叛 不过你们放心 若有生命危险 我风蝎还是知道大局的 必不会置两位于死地 不过要想在这里出些风头 我可就不奉陪了 燕回猜测成真 不由的万念俱灰 道统内的争斗无处不在 也不能全怪别人 只能怪自己眼瞎 明知道这人是圣子一系的 以为他对圣子有怨念就能站在自己一方 结果证明 他的想法何其天真 这其中还有另外一个故事 这风蝎曾经向他提起过成为双修道旅 他没有答应 但也没完全拒绝 以为能凭这一点吊着他 以此为筹码 供他屈且 现在看来 在女色和道徒之间 美色实在是不算什么 修士一过原因 这世上就根本没有美人记忆说 徐氏也叹了口气 他现在能做的 也不过是保证燕回的生命 把他平安带回去就好 他作为阳神 在天性门里还是有其独特地位的 倒不用担心太多 圣子一系再是一手遮天 也不敢断了一名羊神的供应 但燕回麻 此番回去 怕是回天罚书以 燕回圣女心中悲哀 是自己的错 想得太多 失了修士的锐意之心 现在搞到这么个不上不下的尴尬局面 他能做到圣女这个位置 自已有自己的骄傲 可不只是个纯粹的花瓶 既然注定要失败 为什么还要惯着那些阴谋者 把对失实的控制一紧 断了和封谢的联系 自此天性门的失蛇 变成了两名修士共掌 道不同 不相为谋 封师兄既不愿相助 小妹也不强求 但我被恩怨 当光明磊弱 失蛇之争 自有我何去失兄担当 是胜是败也与你再不相干 只生是死也不劳封师兄挂念 小妹有洁癖 受不得这样的乌绰 第2047章双头蛇 天性门的失蛇变成了双头蛇 取士为头 雁回为尾 奉献黯然退出 作为原神真君 又哪有死皮赖脸之人 人家断的决绝 无论如何也没有再赖在队伍中的理由 他退回上空盘旋的失蛇群中 倒不是为了看热闹 而是想着如果真有什么意外 好歹也能拉雁回一把 就不论派系 在天性门中相处了上千年的师兄妹 落到现在这种地步的关系 也让人黯然神伤 但在未来的选择上 他叫的自己做得没错 如果再来一次 他仍然会这样选择 旁边围观者看得津津有味 这是这些日子来最精彩的一次战斗 波兰起伏 一波三折 有战斗中的意外 也有战斗外的八卦 真是太好看了 不过戏剧演到现在 大局已定 天性门在南翻盘 三个修士队两个 除去洋神之间的对销 等于是两个元神队一个阴神 这根本就不会有任何意外 也不是幸运能解决的问题 天性的失蛇只剩下两人 趋势和燕回苦苦支撑 燕回美目看向师兄 道出了最后的请求 师兄 小妹知道有些过分 不过还是想最后提个请求 毕竟在现在的天性门 能帮我 肯帮我的也就师兄一人 小妹欲起红莲夜火 还请师兄成全 累师兄可能重生 我心时不安 一切恩情 且带来是相报 起红莲夜火 对燕回现在的境界来说 基本就是有死无生 如果对方不反击还好 一旦反击 境界压制之下 反噬的可能很大 燕回此举 就是要用生命来宣言 无受辱 无宁死 这不是指光明伦交的羞辱 而是指不想回天性门受辱 洛南的凤凰不如鸡 哪里都是这个道理 等他这次落败而回 等待他的必然是圣女之位被夺 然后还有其他一系列的哲辱 说不定就会被当成礼物送予 在这次送葬中为圣子 一系立了大功的封屑 他宁死也不从 他的选择也可能会给师兄徐氏带来风险 不过徐氏有重生之能 备战一次有可能 但要真正灭杀却难 这就是他请求徐氏的原因 徐氏就叹息道 何尽于此 何尽于斯 燕回是他带回天性门的 那时他已经是明英神真君 外出偶遇一个落男的小女孩 但他们却不是师徒 在香火道 大家以香火信仰为大 却没有师徒一说 千余年修行 其实他也没帮什么忙 几百年下来面都没见一面也是尝试 燕回能走到这一步不容易 都是自己拼出来的前程 可惜 却要在这里结束 他没想过就这样带他走 那样做的话 就走的也是一句行尸走肉 没有意义 也不可能看护他一辈子 他也没想过 因为这些就对门派怎样 数万年下来 这是正常的 不能在正常的节奏 也不独燕回一个圣女是这样 也有其他人 也包括圣子们 欲戴王冠 必成其重 修真门派不会因为谁可怜 就容忍他永远坐在这的位置 能忍受 你就苟且活下去 忍不了 就自我了断 一点不新鲜 宴回圣女记做出了决定 感觉身上一清 患得患失进去 此生的师兄皆隐 偷得寿数上千 已是天大的造化 再多也不敢想 恩得如山 劫草闲还 来世再报 师兄 命计不要 何况香火信仰 小妹欲诈开此失舌 欲作垂死一击 趋势阻拦不得 也只好随他去 这些一退的香火功德 对燕回封谢很重要 而对他这样接近羊神巅峰的人来说 确实可有可无 也不太在意 他没再相劝 因为他不是门内唯一的羊神 更不可能改变门派数万年下来 优胜劣汰的形势规矩 燕回的圣女一戏本 就在最近些年坚持的捉襟见肘 如果这次大胜而回 在自己的帮助下 还有翻盘的机会 可若是失败 门中观望的中间派都不会支持他 也是预阵乏力 现在这情况 光明轮教只是第一波挑衅者 接下来还有很多对手在下面蠢蠢欲动 有风险在还有可能一拼 现在就剩两人 那是一点机会都无 燕回做得也不错 如果不想会溜溜地跑路 在门派中留下骂名 就不如在这里现身拜火道 虽然身已不在 却能在门派中留下个美名 别管心里有多不情愿 至少比认输走人来得强 旁观修士中 风险神色复杂 对他来说 燕回的这个决定太过决绝 不仅会付出自己美丽的生命 同时还会把他封谢的名声栽进去 此件事了 燕回作为抗击外敌致死不退的典型 必然受到门派的追授 而他封谢 就会成为背叛者千夫所指 也就是到了这一刻 他突然有些明白了 临行前圣子那意味深长的笑容 这真是个一剑双雕的好谋话 既毁了圣女 又毁了他封谢 天性们年轻一代中最杰出的三人 毁去两个 他圣子的位置自然牢牢稳固 我到底错在哪了 封谢这样问自己 在失去封谢后 两个人的反抗已经越来越不能坚持 光明咒得豪光大盛 压得两人喘不过气来 他们知道这已经是最后的一刻 围观修士们同样很清楚 童颜搏命 垂死挣扎 比亲眼看一名修士走完 最后一程更精彩的 就是这修士还是附近宇宙 远近闻名的大美人儿 看到他的绝望 当然对他来说可能是决绝 每个人在万习 怅然的同时 也不由地生出了一丝满足感 虽然人确实很美 不过如果自己的不到 那就还是毁了得好 同言祸水 没有这样的女人混在宗门 也少了多少祸端 人类的好恶 感情 在不同环境下衍生出来的丑恶 确实是万千种族无人可比的 燕回绝然把香火信仰力量一缩一放 他这样的操作已经不是全是尸体的施舌恋能承受的 正常情况下 必然崩溃四散飞溅 吸引光明咒打击的同时 为燕回接下来的红莲夜火争取机会 但是 尸体门可不会这么小 起码其中有依据 还指望着靠尸蛇混进天一梦境呢 CashM百分号M小老鼠屁 竟跟老子出难题 第2048张凶蛇成威 燕回这一股当香火信仰之力 几乎用尽了他全部的力量 别说是条尸蛇链 就是条真人的法链也能崩散 可惜97人的失恋却好端端的依然顾我 纹丝不动 但燕回鼓荡而出的香火之力 却没在尸蛇链上爆发 反而离开蛇链 冲击而出 向光明轮修饰射去 没有任何术法行事 其中却包含着一些 他们根本不能理解的奇怪的东西 燕回一脑门的黑线 趋势同样如此 他怀疑的看了燕回一眼 顺便替他挡下光明轮修饰的攻击 仿佛在问 又不想死了 咱们跑路 燕回圣女是真的糊涂了 他心意已决 又岂会临阵退缩 以他好歹因神真君的心境 又怎么可能在这种时候 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 但为什么这该死的失蛇恋 他就是不断呢 前次和光明轮失蛇的切割中也不断 现在还不断 这事成了惊了 谁也没看在眼里 放在心里的那道冲月而出的香火信仰力量 往前冲荡 看似虚弱无力 却一连破除了光明轮的几道防御 匪夷所思地卸下了第一名元神的胳膊 再斩掉了第二名元神的大腿 最后涌入目瞪口袋的光明轮羊神身体内 一闪而逝 紧接着 在光明轮羊神无法置疑的惊恐后怕中 骚然勃发 重生天象乍现 那阳神一脸苍白 至今也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是什么东西一级之下 就把整个光明轮体系透了个稀巴烂 围观的修士同样目瞪口呆 因为战局再一次的发生了翻转 又一次颠覆性的偏转 不过这一次 再无翻转的可能 因为光明轮三名修士被重创 留下的尸蛇无人看管 却被趋势夺了过来 这一次 他没有像上一次那样的分心走神 成功地抓住了机会 但这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光明轮三名修士是怎么伤的 围观的修士们毕竟离得远些 一些细微的变化不能发现 可他们两个就在当场 要说一点感觉没有 那也太迟钝 但现在可不是追究这些细节的时候 眼看燕回还在那里愣愣地发呆 奇怪自己怎么连拼命的红莲夜火 都没有发出去 就莫名其妙地取得了胜利 这种不真实感 让他有些转不过弯来 局势就一探 不管怎么样 这是好事 上一次百年送葬 圣子的队伍在取得胜利后 就摧毁了夺取的一退 这也是争执双方最普遍的做法 但这次既然是圣女领队 当然要有所不同 局势引着那不足八十条一退 缓缓飞向光明轮众人 也不多话 直接一挥手 是舌向远主飘去 他这样大度的举动 自也获得了一片喝彩 痛打落水狗是一种方式 得饶人除且饶人也是种方式 各有千秋 效果也截然不同 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大戏落幕 各回本位 一时间别看天性们的狮蛇 只剩下两人执掌 但因为其胜的神秘莫名 连强如光明轮教也拜下阵来 而且圣女行事果然大度 仁慈好的 下手时明显是留了后路 为死一人 又主动赠海狮蛇 这一番操作下来 得到了不少修饰的暗许肯定 一时间倒也没再有狮蛇队伍挑战他们 总算是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 带着完好无损的狮蛇回到盘旋的大部队中 两人也无暇观看接下来的争斗 而是把注意力放在了自己的狮蛇中的一退中 想揭开出现神秘变化的真相 当两名真军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自己的狮蛇队伍中时 别说李基还只是个半仙 他就是个真仙 也藏不住 这不是实力境界高低的问题 而是死人和活人本质区别的问题 燕回把目光死死兵住 这剧看起来有些陌生的尸体 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他到底是谁 天性门中 原因真军他个个都熟悉 但具体到金丹就有不少见而不是的 如果是住基层次的那就会更多 这也是很正常的现象 真军门谁会没事把注意力放在下层修饰上呢 偏头看看徐氏 师兄 这个人你是的麻 是不是咱们天性门的人 徐氏理所当然的摇头 你都不是 我如何知道 别说金丹 原因我都认不全 他这状态 十分的奇怪 似死犹活 也不知是因为香火力量支撑出来的变异体呢 台式根本就不是我们天性门的修士 燕回好奇心越发的浓烈 他能感觉到这具怪师似乎对他们并无恶意 难道是传说中的白毛金师 因为中了远古的邪咒而变异了 变得莫名的强大 拿手指捅了捅这具怪师的胸膛 感觉坚硬如钢 这和普通一退不同 其他的尸体身体虽然也是僵硬的 也没达到他一个因神针菌都捅不动的地步 又改变位置 捅了捅尸体的肚子 一样的石头一般 也没有人体正常应该有的温度 正要移开手指 捅捅其他地方 却不曾想 静在咫尺之间 那怪是一双紧闭的双眼突然睁开 还开口说话 嘿 美女 你不会一直这样往下捅吧 虽然我不介意 不过你最起码也得找个背景的地方来检查身体吧 燕回从来也没想到过 他身为真君大修士 也有被人吓到的那一天 你 你 你是何人 到底是人是鬼 李基就叹了口气 我只是个失去灵魂的旅人 在虚空中漂流 不知道所归何方 结果在一次偶然中 被你们纳入了施舌队伍中 于是跟随来此 你们不必担心 香火到与我无干 我只是来找寻我失去的东西 如此而已 燕回好不容易回过了神 虽然这人说话有些疯疯癫癫 词不达意 但没有恶意是可以肯定的 而且这人 或者这师 境界实力高渺 也让他生不出任何作对的念头 这是他的直觉 失去灵魂 那是怎么个失去法的 我看你行指虽然怪异 但还有些章法 你来这里 难不成是想去天移梦境 找那些是魂体来帮助你 上道 李基按赞这女子会说话 心中好感大增 这腰身这脸蛋真不错 就是没事同骨尸体 这习惯可不好 恩 也不完全算是灵魂 不过是和灵魂有关的一些东西 要来这里找个答案 所以 旁边居士插嘴道 前辈 您怕不是来天移梦境找麻烦的吧 借我们的施舌队伍想混进去 第2049章交易 李基就叹了口气 他这样怪异的举止 目标明确 还是蛮不过心思剔透的有心人 想把别人都当傻子耍 又怎么可能 几千年的道白修了 于是怪眼一番 怎的 我这忙也帮了 你们这是想赖账不孩了 徐氏急忙道 不能 不能 没有前辈相助 我们便光明轮这一关都过不去 只怕是现在已经打到回府了 不过前辈可否能说得更清楚些 这样我们也好说明到位 否则情况不明 互相之间理解有了偏差 就怕中间出些疲漏 李基这才满意的点点头 嗯这才像点子话 不过你也不要张口闭口的叫我前辈 我可比你小多了 你这样叫 没得把老子给叫老了 是这样 你来和我说说这天移梦境之内的门道 比如 是否有生灵主人 实力如何 数量多寡 脾气性格 你们入境都需注意什么 多多益善 只管说来 徐氏就心中一颤 新话说这尸怪莫不是想进去捣乱的 他在一旁看得清楚 又经历过方才与光明轮修士的大战 本身经验丰富 见识老道 可不是略显稚嫩的厌回圣女可比 在他看来 这怪人躲在尸体群中 不显山不露水的就能轻松破掉光明轮的攻击 在周围上千修士面前都能做到不引人注目的连破三名大修 这实力真正是深不可测 他自己就是阳神巅峰修为 知道要做到这一切 恐怕不是主世界修士所能 一定是来自不可说之地的衰竞老怪 至于他说的年纪还不如他 全当是个笑话 又哪里会相信了 这种人 可不能得罪 他们香火信仰到很少有修士能上衰竞 因为道统的原因 他们的力量来自香火传地 上了不可说之地 又哪里去找人上香 一直依靠下面主世界的香火供奉 需要一个庞大的天文数字 还不一定能走到哪一步 所以对他们香火道修士来说 基本上扬神就是尽头 门派也不支持自己的修士上衰竞 因为就其掠夺香火信仰的本质来说 反而对门派的发展有害无益 于是小心翼翼道 天移梦境 是有土著生灵的 不过却不是人类 而是一种叫是魂兽的物种 他们不应该称为虚空兽 因为从来也不出天移梦境 据史料记载 是魂兽一出梦境天象来到虚空 便实力大减 不足为奇 所以 隐居梦境不出 但在天移梦境之内 他们却是无敌的 因为整个梦境所在 都是精神力量的范畴 正好有益于他们的活动 至于数量 人类修士对此并没有特别准确的估计 但不会太多 大概在百头左右 但个个都是超越人类洋神的实力 我不知前辈如何看 反正在我们这些洋神看来 是万万不能匹敌的 看到怪人在宁神倾听 趋势继续道 天移梦境 之所以称为梦 实在是因为这里的精神力量异常 人类修饰入内 稍一把持不住 则新生幻象 映照现实 便如行走于自己的梦境之中 只要你想 则万事万物皆在 山河美景遍布 可实际上 天移梦境中什么都没有 除了那些液气物体 无一砖一瓦 无一草一木 无一山一河 就其本质 其实就是个庞大的气态 天象而已 李基问道 那你们进去 又如何为一退是魂 徐氏回道 施舌进入天移梦境 自有是魂体过来接洽 去除这些一退的香火官房 他们才是行家 但他们也能从中得到好处 基本上这些一退身体内 封印流连的香火力量 他们能得到三成 我们这些赶尸体的会得到三成 剩下的三成会自然流失 这是一个各取所需的过程 也谈不上谁帮谁 数万年下来都是这样 李基点点头 那么 近二 三百年来 天移梦境之中 有没有发生一些特别的变化 我的意思是 近来某些缘不属于梦境的东西 徐氏摇头 这个 我还真不太清楚 前辈可能不知道 天性门感师都是轮番前来 我上一次来也是在五百年前的事 这样吧 您稍待片刻 我发信于相熟的同道 看看他们有没有这方面的消息 徐氏自去沟通 这边宴回却是不住的好奇观桥 师兄叫你前辈 你却自称年纪不大 到底哪个是真 李基就孝 你师兄那是自己的小心思作祟 以为凡是境界能力比他高的 年纪就一定比他大 这是不对的 这世上天资卓绝之事甚多 又岂可以年岁大小一概而论 宴回圣女回忆道 可你怎么混进施舌队伍中的呢 让我猜猜 肯定不是一出山门就混进来的 我知道了 就在越狱之前 有一波虚空兽来袭 莫名其妙的 你就是在那时候混进来的吧 也就只有这么一次 我因为要急杀虚空兽 放松了对施舌的控制 理讥笑而不语 大修之事就没有傻的 他这些鬼欲伎俩也不是 深思熟虑的谋而厚动 不过是偶尔撞上的灵机移动 破绽无数 只要能达到目的 也没什么特别需要隐瞒的 宴回圣女再重获新生 再次得到翻盘的机会后 精神显得很亢奋 话就多了些 可能之后还会有人蓄意挑衅 你 还会帮我们 是吗 理机无所谓 看心情吧 你要知道一点 天一梦境 我不是自己就禁不去 只不过暗中形势麻烦会少些 效率会高些而已 真没了你们的施舌 我便孤身独闯 住了那些是浑兽问话 也不是多难的事 所以 不要以为别人就应该怎么样 要想清楚自己能为他人做什么 能拿出什么条件来交换 这样的话 我们大家的交往能更轻松些 宴回看他一副巨人鱼千里之外的德性 也不恼怒 有本事的人麻 脾气通常是要怪些的 于是邀请道 尊客如果办事过程中有暂时停居之意 不如就来圆火星吧 我们天性门壁扫踏相迎 圆火风情 与普通星体大为不同 一定会让尊客满意 第2050章混 理计笑得别有意味 采风麻 我是极喜欢的 尤其是抑郁采风 不过我可不喜欢在采风时 还要帮人争权夺利 理这圣女之位不稳 又岂是抱大腿能解决的 更何况还是提裤子就走的大腿 既然有缘 我就多说几句 女人以自己为筹码去吸引人卖命 还是画大饼时的空口白话 能拉到的帮助就必然是你封师兄那样的货色 不是他不忠诚 而是你不真诚 要人帮助麻 就得付出代价 一把一截多好 立个文书 签字画鸭 采风几次 扶你多久 才是诚意之妖 燕回听得有些糊涂 不太明白这丝的一些隐语 但大概意思是能猜到的 这东西 这东西竟然在虚空之上 众目睽睽下 公然向他卖春交易 天下还有比他更无耻的麻 燕回正尴尬时 居时得到了资讯 前辈 我问过多人都没有见过天一梦境中有生面孔出现的 您看 李基就叹了口气 这是题中应有之事 恶念本身精神体的本质 又是接近二展的实力境界 它可以变成任何形态模样 如果变成是浑兽的形态 也确实没有谁能够做到发现它的真位 记下课同样是恶师之念 在内景天那种地方都能安全生存上万年 可见恶师的能力 如此 进去再说吧 徐氏又跟他说了很多土著是浑兽的禁忌 李基静静倾听 其实这些所谓的禁忌不过是对这些香火道修士而言 对像他这样的存在 又算得什么 是不是禁忌 是凭拳头说话的 谁拳头大 就按谁的规矩走 接下来的时间里 又有数波道筒向天性们挑战 不过态度却要温和得多 这也是光明轮交的前居之见 有实力 才能让人尊重 因为都相信天性们修士具备了某种现在还不为人所知的手段 或者是某种特别的秘术 或者是个人的际遇 所以哪怕有挑衅的施舌队伍也显得很克制 他们小心翼翼 与其说是在挑战 就不如再摸底 对同属香火道的他们来说 某个门派势力忽然拥有了某种特殊的决定性的能力 这是个很重要的事 它意味着修正格局可能会发生微妙的变化 很快的 其他香火道们发现 天性们的实力 准确地说 这种能瞬间改变形式 做出决定性一级的能力不是来自阳神渠士 而是来自圣女燕回 在平时的正常试探中 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东西与往常并无二致 但在战斗中的关键节点处 只要他出手 无论对手是谁 什么境界 多少数量 都在那种神秘的力量前不堪一击 好在燕回出手很有分寸 至今没有死亡事件 但这不代表一直会这样 每次的挑战 受伤者的伤势都越来越重 这说明证明看起来很友好的圣女正在逐渐失去耐心 他用越来越重的下手来给大家传递了一个信号 等他耐心走到尽头时 还这么没完没了挑衅的 就不知道谁会做第一个冤死鬼 在释放出这样的信号后 好奇的修士们终于慢慢停止了试探 毕竟用生命去探索 这样的高度很少会有人达到 而且他们还有其他的方法 比如从天性门的其他人处下手 以你怎么下手越来越重 后面有几个门派修士他们其实没有恶意的 燕回有些不满 礼机不嫌不淡道 没有恶意 就可以无休止地来骚扰别人 老子可不惯着毛病 现在我这是装尸体 如果不是这样的状态 老子一次就得让他们记一辈子 老虎的屁股 是摸不得的 嘿 我这叶子已经交了十余次了 按宇宙采风的 就没有这种交易方式 你可得记清楚点 这是有利息的 也到时候你说老子占你便宜 燕回是又气又脑 从来没见过这种人 把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 堂而皇之地挂在嘴边 之前他嫌弃风险阴谋鬼祟 现在碰到一个真正不鬼祟 什么都实话实说的 却反而更尴尬 也不知他是在开玩笑 还是真有这想法 是开玩笑的吧 毕竟这么高的境界 怎么能和凡是街头地体流氓一样 曲是在一旁装傻冲冷 招风影碟 说的就是燕回这样的女人 如果本身实力地位不够 其实下场往往都好不到哪里去 抱个够粗的大腿是个好办法 不过在这附近的宇宙中 像他这样的阳神 实在是不能从根本上决定什么 对这位奇葩的前辈 他不做好坏评论 在修真界中 又哪有真正的好坏 所以 只是旁观 到目前为止 他还不清楚 这位装尸体前辈的真正用意 真正实力 既然要尽天一梦境做事 那么是魂兽才是最准确的尺子 如果仍然不能奈何他 就说明这条腿够粗壮 值得依靠 真如此的话 别说一个燕回 便再加上其他圣女候选者 也是值得的 这些是魂兽一定要在确定的时间 开放天一梦境 有什么说法吗 李基问道 趋师摇头 没有特别的理由 前辈您不知道 这些是魂兽极度小气 而且自闭 他们不愿意外借生物进入他们的领地 所以对擅自入内的 基本都会出现攻击行为 之所以要定个时间 其实就是怕不定时间的话 人类施舌队伍没完没了的麻烦 会充斥在这百年中的每一年 他们认为这会打扰他们的生活 所以 定个时间 百年一次 贴量解决 李基就笑 毛病不少 这是没碰见硬查死 真有拳头硬脾气泡的 天天来烦你 天移梦境说穿了不过是宇宙中的一个比较奇特的天象而已 它是属于宇宙所有种族的 可不是属于某个特定群体的 李可以当主人 却不能拒绝客人的拜访 趋师善效不已 这不是没有拳头硬脾气泡的麻 数万年下来都是这样 也就习惯了 要不 前辈帮我们板板他们的毛病 出乎趋师和宴回意料 这诗人把头摇得飞起 你们香火道的是 我为什么要伸手 每个门派送我一个圣女麻 也是个光吹不练的 第2051章进入 争斗 还在无休止地进行 对人类来说 他们之间的矛盾可以就这么打一万年 十万年 也解决不了 赢的势力还想得到更多 输得想翻盘 就像赌徒 谁见过赌徒都离有钱时能自己走出赌场的 天性们是其中大势力中唯一一个没人打扰的施舌队 原因是再去挑衅的话 他们不确定是不是会成为第一个送死者 圣女宴回的神秘技能太可怕 可怕到现在为止 他们谁也没能通过亲身体验或者旁观 发现其中的奥妙 连招式都没有 就是香火道最基础最简单的香火信仰力量推送 却谁都挡不住其中的穿透力 越是简单的东西 越是让人浮想连篇 越是让人觉得高深莫测 他们当然不知道 这修真界还有种真的力量 是基于信仰而发展出来的进化品 衍生的高端货 没人以为有道门修是插手其中 因为这种力量就是在纯粹不过的信仰力量 说起鱼目混珠 李乌鸦是高手 而且他的所学确实很杂 杂到连信仰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但争斗中有尽时 庞大的天移梦境 气雾缭绕之中 出现了一道明光 整个的天移梦境天象都变得七彩斑斓起来 这是一个信号 一个可以进入的信号 徐氏看向那诗人 前辈 我们这就进去 李乌鸦道 不急 我们最后一批再进 你们不是说天移梦境只有百个左右是魂兽吗 一次只能处理百条狮蛇 我看这里施蛇有数百条 再等等 徐氏点头 好 就依前辈 不过 前辈此举 有何意义吗 李基就笑 啥意义 老子怕我进去了 这地方恐怕就在也都不成师也 徐氏 雁回恶汉 这怪人果然就是来找麻烦的 在梦境之外 他们相信这人有这样的实力 但在天移梦境之中 是魂兽有特别的精神力量加成 整个梦境都是他们的一部分 还受多势众 谁能最终占的上风 还真的不好说呢 各道统所属的施蛇一涌而入 不过在拥挤中也是秩序井然 当施蛇队伍进去了九十余之后 后面的队伍也就停下了脚步 再进去几只碰运气 便整个的停顿了下来 接下来就是等待 当有道统修士离开时 再进去一只 因为施蛇队伍多寡不一 可能接洽的是魂兽能力也有高有低 所以不会一窝蜂的同时出来 本着出一个进一个的原则 大家纷纷排好长队 这个时候 也没人会再去计较什么长短 作为修士 基本的素质还是有的 一切都明了了 趋势和雁回反而陷入了 惶恐不安的情绪之中 他们开始担心 如果一进去就打得鸡飞狗跳的 他们的渡尸还能不能正常进行 哪怕不考虑这次渡尸的问题 让是魂兽们知道了是天性门带进来的人倒的鬼 在以后的每百年渡尸时 会不会把天性门排除在外 如果这一切都发生了 别说当圣女 就是想当圣女都未必能够呢 雁回把自己的担心悄悄传于师兄徐士 徐士只叹了口气 师妹啊 你这样考虑未来的习惯是很好的 但有个前提 咱们的先度顾眼前不是 咱们这次的分享香火信仰就不要抱太大希望 至于以后 听天由命吧 那人自加入了我们的施舍 一切便由他掌控 还能由得我们左右麻 一切 那在那次相遇后命中注定 无可更改 雁回还带分说 张了张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难道说把他自己算尽天头里的话 就不应该再给天性门留下这么大的麻烦麻 他不说 有人会说 施舌链中的尸体开口道 无妨 是魂兽不会拿你们出气 这个你们完全用不着担心 雁回下意识道 为什么 他们不敢拿你撒气 就一定会迁怒到我们天性门头上 难道 他们还能听你的劝 你又凭什么让他们听你的 尸体轻笑 凭什么 凭拳头 老子哪有那闲功夫去劝他们 是魂兽的动作还是很快的 可能度师对他们来说本也不是什么难事 不过粤鱼 排在前面的数百只尸蛇队伍 已经全数走进了天一梦境 其中大部分都业已离开 现在还留在外面的就只有天性门 这一只尸蛇队伍 雁回看了看那具对自己存有非分之想的尸体 问道 我们进去吗 李姬点了点头 却见旁边的徐师面色复杂的望向远处 那里 正有个孤独的身影静静助力 知道这是他们天性门内部的事情 也不插嘴 静待他们拿定主意 徐师把目光又转向雁回 显然 对同出天性门的同伴 他还是有些于心不忍 雁回却不为所动 师兄 他能欺骗我们第一次 就能欺骗我们第二次 一个纯粹为了道徒利益的人 值得您可惜吗 您现在可怜他 他当时是否可怜过我们 在我们最需要他的时候 却在那里转些卑鄙的心思 出功不出力 零不要因为他说当我们有生命危险时会出手帮助我们 就对他网开一面 就认为他还有要可救 真到那时候 是否出手他也一定是在权衡的事后才会决定 而不是不假思索地念着旧情 他和我们不是一路人 甚至连这尸体都不如 这尸体最起码还把坏心思放在明面上 况且咱们这次进去变数甚多 有着尸体从中捣乱 未来变化怎样根本无法预测 带着那的自私自利的 就只能坏事 不会同心协力 若让他知道了内情 还不知道回去后怎么编排我们呢 徐氏色然 不得不承认 厌回能被选为圣女 脑子还是很好用的 最起码 懂得取舍 知道大局 不为小结所获 这一点上 也是徐氏的最大弱点 不过话又说回来 如果不是因为他顾念旧情 他也不会答应厌回这次赶尸出手相助 他们两个一番谈话 旁边却有人不满 尸体 尸体怎么了 尸体就不能有坏心思了 第2052章梦境 天性门的尸蛇无声无息地进入了天移梦境 才一进入天移梦境 李基哪怕刻意收束了自己的感知 就怕打草惊蛇惊动了恶念 但同处一遇的直觉 还是让他立刻感知到了恶念的方位和具体位置 这么强烈的感应 让他有些意外 同时明白对恶念来说 感知到他的存在肯定也是必然的 所以再不突然 既希望与恶念的马虎 身形一晃 仍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徐氏和燕回正无时无刻地观察着他 也不清楚他到底使用了什么手段离开 还没等两人缓过神来 一头是浑瘦以国奈凡地迎了上来 这是负责为他们渡尸的 至此 最起码是战时的 他们和那架尸体已在无干系 他自去捣乱 而他们 只想着尽快结束渡尸 早日离开这是非之地 李基几个晃身间 以天一梦境之大 也无法延缓他的禁逼 虽然心中很奇怪 恶尸到现在为止仍然没有丝毫的动静 难道是有恃无恐 但现在的他已经管不了那么多 先坠上他 再论其他 这是个精神力量的天堂 在这里 精神力量透出后不但不会有衰竭 反而还有增强 机理不明 不过这显然是是浑瘦在这里无比强大的原因 恐怕也是同为念想的恶念垂青于此的原因 有太多的疑问 恶念为什么不跑 他怎么找到的这个地方 会不会有帮手 是不是有陷阱 这些考虑都不会阻止他斩杀恶念的决心 因为他李乌鸦 同样精神力强大 而且 是超乎寻常的强大 持树袭后 他来到一处位于整个梦境深处 更粘稠 更接近于夜化的器物团中 在这里的精神传导介质几乎宁如实指 时时刻刻在放大闯入者的思想动念 稍一步谨慎 就会自动轮入自己的梦境中去 但这对李乌鸦无用 他强大精神控制能力根本就无是这种诱惑 反而在这里找到了更强大的自己 前面出现了十余头是浑瘦 三条长长的 如软支吸盘一样的长足 上面顶着一个巨大的脑袋 如果形容的话 这东西就是一种只长了三条触手的大乌贼 十余条 只有大小的区别 就这么直愣愣地盯着他 仿佛已经等了他很长的时间 李姬缓缓地停了下来 淡淡一笑 自己站出来 你躲在里面 是想殃及无辜麻 一头最大的乌贼游了出来 一条触手伸出 指点李姬 这里是天意梦境 历史上从来没有人类敢进入如此之深 还在这里不知死的大放厥词 这里都是我是魂族人 没有你要找的东西 速速退出 否则别怪我是魂异族不讲带可知道 他话虽强硬 却是一句话就写了万历内人的底 真如外界香火到那些真君 怕早就出手打杀了 何苦还在这里废话 还容闯入者自行退出 李姬瞥了他一眼 别用你的处须指我 这个修真界 赶指我的人都转世投胎去了 也别拿梦境来说是 你们是魂异族能存活数十万年 是因为你们够狗 我在这里不出门 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 修真界中多的是你们惹不起的 如果不自量 很快老子就让你们明白什么是脚屎棍 跟我谈历史 老子最擅长的 就是中断别人的历史 十余头是魂首的三十余条 处须齐齐晃动 已是他们的愤怒 精神压力有弱实质 如一堵看不见的墙 铺天盖地地压了过来 这不是某种术法招式 而是纯粹的精神能量威压 是是魂受门界愤怒而做出的试探 别看他们一个个长得很没有智慧式的 但形势却是非常的谨慎 从本质上来说 他们都是主世界阳神层次的存在 只不过在精神领域具有非人类能及的造诣 又处于天移梦境这种最适合精神力量发挥的主场 但即使这样 他们对绝对层次在他们之上的踏出一 二不得修饰也充满了忌惮 这是他们十数万年下来从没有接触过的物种 总要小心行事 精神压力沉重精纯 理机却依然不拒 如深海磐石 任狂风巨浪来袭 我自为然不动 在精神能量层次的较量中 除非以具体招式出手 否则像这种精神压力一般都是发散性质的 承受者不需要拥有对等的精神能力才能抗衡 但却能从抗衡中的各种微小变化来看出一名修饰实力的深浅 比如如果这里站着的是趋势 他也勉强能扛住 只不过却会略显狼狈 会表现出吃力的状态 精神承压战斗 这是藏也藏不住的外在表现 但里基的状态看在这些是浑兽的眼中 就很惊讶了 这人既如磐石 又仿佛大海 庞大的精神压力压过去 不仅连法司都未曾飘乱一丝 这些浩瀚的精神力量更仿佛泥牛入海 踪影不见 给他们的感觉 就是上进修士 果然名不虚传 以这人实力 自己这时来头是浑兽未必就是对手 更重要的是 上进修士的手段秘术 是他们完全不能了解的 如果精神力量压不住 那么在其他方面更是差距遥远 怎么回事 不是说见修者的道统精神力量 并不如何出色麻 以重视浑兽不由自主地 把目光看向其中一头 里基就一笑 这是我的修行私事 大家既然都是同道中人 相信道理不用我讲 谁若阻拦于我 就是断我道徒 就是不共戴天之仇 他没有直接出手 因为那个狡猾的乐师阵影在众多世浑兽之后 而且看他脚下 正踩在一座法阵的中央 感其性质 又是一座传颂之阵 显然是一个见识不妙就要逃之夭夭的节奏 不可能传往天移梦境的其他位置 那一定就是更远的宇宙之外 他有近三百年的布置时间 这个距离一定短不了 里基希望先稳住他 再考虑下一步的出手策略 欲展恶师 并不容易 因为这东西几乎掌握了他本体的所有技能 除去他在死级空间修成阳神后心境领悟的有限技能 其实就是谢离婷外 其他的方式很难说会对恶师能产生多少作用 而谢离婷又是种消磨的慢功夫 并不适合在有其他精神体存在的情况下施展 所以 现在不是速战速决的时机 第2053章陶盾 一众是魂兽在犹豫中互相争论 用他们外人无法理解的方式沟通彼此的意见 这是十多万年下来他们第一次面对比他们境界还要高上一层的人类修饰 一切还在摸索之中 他们需要找到一个既不失体面 更不会对视魂兽种族造成伤害 还能完美解决问题的途径 这很不容易 在300年前 他们确实接受了一个外来者 和他们一样的精神能力者 甚至实力还要高出他们很多的念想精神体 之所以接受他 不仅仅是在精神领域他们之间有共通之处 而且还因为有某个神秘的存在和他们打过了招呼 是魂兽也是有后台 有忌惮存在的 哪怕这种存在在他们生存的十数万年间 隆共也没出现过三次 但这是种族的祖训 是他们必须尊敬的存在 在接触的300年中 他们也逐渐接受了这个外来者的加入 因为从本质上 他们有共通之处 而且从他那里 他们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于是也就慢慢把他当作了 是魂兽中的一员 是魂兽的进阶体系和人类修饰完全不同 也和其他妖兽 虚空兽不同 是个很独特的种族 这样独特式种族在宇宙万灵中很有一些 比如龙 凤凰 大鹏 天狐 等等 是魂兽没有前树古兽那么出名 那么神通广大 但他们在精神力量上独树一致 也自有其特别之处 勉强挤身于异兽形猎 也还过得逍遥 过得逍遥不是因为实力傲视群雄 而是他们离不开天移梦境 是个地方性的强大势力 却无法走出宇宙半步 这束缚了他们的发展 但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安定 宁静 虽然漫长的一生都困在天移梦境中 但在和人类修饰的偶尔接触中 对宇宙的基本大事还是有一些了解 不完全是坐井观天的井底之蛙 只不过他们的所知更多的来源于 人类修饰的口口相传 而不是亲身经历 亲身经历只限于附近数十方宇宙的香火道修饰 至于其他的就非常罕见了 人类修饰在阳神后如果想再往上走 有展示一说 他们是知道的 但对此了解不深 只是泛泛 对修饰的念想私自脱逃 他们知道其中危害 但对严重性却缺乏判断 这是一个体系对另一个体系不了解造成的障碍 也很难彻底纠正 所以他们收留了礼祭的乐念 但对其中可能带来的危险 缺乏足够的认知 修真戒中 对外来者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和是否有理无关 其决定作用的是实力 实力就是道理 这就是真理 他们在犹豫 当一个种族的太平日子过久了 就缺乏那种不管不顾或出去的气质 他们会方方面面的权衡得失 考虑的越多就越失去勇气 这就是礼祭出言恐吓的原因 但他知道该怎么做 恶师同样知道 不再保持是魂兽的变化形态 恶师换了个他最舒服的形态 和礼祭一模一样的道人 诸位无需多虑 由我为主正面相抗 你们只需从旁协助 就一定能赶走此人 你们要知道这人的本性 狡猾恶毒 从他出现的方式 就能看出他对是魂一族 毫无尊敬之心 你们在他眼中 诸狗不如 天一梦境应该有自己的规矩 主人就是主人 生活了十数万年的地方 又岂容他人进来放肆 恶师的鼓励见了些成效 其中几头是魂兽 开始偏向硬抗态度 恶师说得对 他们其实并不需要顶在前面 主力就应该是恶师 以他和这人类修饰相同的实力 又谈何差异 他们只需一旁协助 坚持下去 这人还能在天一梦境里 耗得过他们这些土著 李基就心中一叹 这是他最不愿意见到的局面 面对恶师 他是真的没有任何 行之有效的速决手段 真有的话 又何必在这里浪费时间 恶念可不是镜像体 他几乎成绩了他所有的能力 也包括他对战的习惯 经验 方式 本体的这些牛黄狗宝 甚至可以有条件的瞒过仙人 却肯定瞒不过曾经的自己 台式的争取到单独面对的机会 你们这是想为人火中取栗了 能得到什么 面子 你们污在这里 最重要的是生存下去 而不是什么所谓的面子 又不去宇宙争锋 面子要来给谁看 老子也不怕实话告诉你们 想让我在和恶念的打斗中从旁协助 突延时间 老子可没那么傻 今日如果你们不把死疗交出来 老子就从你们这些是魂兽开杀 反正时间有的是 等杀光你们 老子在找着东西的麻烦 话音方落 人已忽然扑出 飞剑斩出万层浪 同时张口一吐 澎湃的精神力量导卷而出 他这些手法 却不是十数万年下来 安于现状的 是魂兽能应变得过来的 就在瞬息之间 飞剑和精神风暴席卷而下 对面只有恶念 镇静自若的出招回应 口中提醒 莫慌 他就这三板斧子 只称过去就好 千万不要跑 他当然是惊艳之谈 因为这也是恶师的经验 但这种是可不是嘴里说说 就能解决问题的 没有亲身经历 谁敢在飞剑和精神风暴 双重打击下镇静如故 就在稍一混乱中 冲进去的李基一手掐住 那头曾经点指过 他的乌贼的头颅冲了出来 如飞搬顿走 只留下一句话 有些饿了 先吃一顿乌贼大餐 再说其他 一众是魂兽奋起直追 在天一梦境吃乌贼 好像十数万年就从未发生过 他怎么敢 他怎么想的 才一飞出 为首的是魂体疑惑地转回头 看向纹丝不动的李基恶念 到底你是恶师 还是他是恶师 我怎么越看越糊涂了 是魂一族为君担当 你就坐在那法阵中看热闹麻 恶念就叹了口气 先不论谁更恶 谁更坏 只论这份灵阵积变 哪怕他是恶念 也远不如本体那种容在血液中 刻在骨髓里的天马行空 略一是魂兽就跑 仅此一举 就让他立刻陷入两难之境 不追吧 是魂一族会怎么看 还肯不肯继续伸手 追吧 数百年时光不成的法阵历程摆设 如果在外面发生战斗 还有没有机会回来 马敢打狼 两头怕 也只好商量到 各位难道看不出 此人根本行的就是掉虎离山之计 不过为引我离开法阵罢了 贵有悲情 绝无生命之忧 我是他的恶念 最是清楚他行事手段 虽然凶恶 却还远为你灭人性 而且 他也不爱吃乌贼肉啊 第2054章恐吓 李基如飞顿走 速度飞快 他是看出来了 以恶念和自己同样的经验手段 是无论如何不可能上他的当的 所以他骗的不是恶尸 他图的就是急迫是魂兽对恶尸的帮助心理 至于恶尸跑不跑 这个无法控制 无法两全其美 大不了跑了在追究室 反正这次的展示之旅 他也没抱太顺利的希望 他越跑得坚决 后面跟着的是魂兽就越心慌 因为看起来这个人类似乎真的要用这种方式来压迫是魂一族妥协 他们不能确定 如果一旦死了一个是魂兽 接下来双方还是否有和解的可能 如果一定要退让 为什么非要等有族人死亡后再退让呢 这不是敬酒不吃吃罚酒麻 当然 最重要的是 他们意识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如果这人真的避开自己的恶尸 专杀是魂一族该怎么办 是魂一族 虽然也称之为族 但真的是一个很小很小的种族 真实的讲 百来好族人 还不如叫做家族更准确些 他们很确定自己不能拿这古法修饰怎样 只从方才的一次碰撞中就能明白无误地传递出这个信号 那么 如果那该死的恶尸不插手 他们拿什么去硬抗这个半仙坏人 不是恶尸都分出去了吗 怎么这人身上仍然有无穷无尽的恶念 天性门的诗蛇正在一头是魂兽的帮助下进行度诗 流程很简单 是魂兽的三条处须分别吸住一句移退的头顶 以精神力灌溉催破 一边自己享受香火信仰精神力量的滋补 一边留住部分给予在旁边进后盘坐的曲试验回两人 这个速度并不慢 平均一个时辰就能搞定三句移退 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小半的移退完成了度诗 真正变成了与草木同朽的尸体 正在两人一兽抓紧时间用功之时 忽然间 是魂兽魂身一震 停下了行宫 把目光看向一侧远方 在去世两人还未来得及询问时 身体一晃 已是消失的无影无踪 两人大眼瞪小眼 正束手无策 这种情况 饶师老恋如去世 数千年生命中来过这里十数次 也从来没有遇到过 尤其是从来没有在天一梦境见过 作为主人的世魂兽如此惊慌失措 匆匆而逃的样子 发生什么了 没感觉到任何打斗精神能量波动的征兆 这么突兀 难道 是因为那具神秘怪异的假尸体 两人还没来得及交换看法 远处天空时空破碎 一个人引钻了出来 奔行众 一只手还掐钻着一头肢体软绵绵的大乌嘴 一头比给他们渡魂的是魂兽还要大的是魂兽 一见到天性门的两人 这道人哈哈大笑 两位 看看那界 可有韭菜乎 瞿试验回惊讶中就非常的不解 现在情况下 你想一万种物事 怕也想不到韭菜这东西 是什么原因 难道用韭菜能熏蒙视魂体 或者是魂体对韭菜极度敏感 能破魂体脂肪 没听说过啊 前辈 您这要求十分的古怪 便找便附近修饰群 谁又会在那界中带韭菜 包饺子麻 局势莫名其妙 但一旁的宴回却是出人意料 我 我那界中有一块要甜 旁边甜等储倒是因为酒味看顾 长了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可能就有韭菜 礼机大笑 好姑娘 真是居家过日子的好手 我看好你 乌贼炒韭菜 没吃过麻 你们这境界是怎么修行上来的 一点生活常识都没有 也罢 今日就让你们见识见识 都别走啊 这乌贼剥皮开膛切断后还需窜下水 却不能立刻就下锅 通过是魂兽之间特殊的联系方式 感到这里的可不是单止那时来投魂兽 而是有数石头之多 感觉到了魂兽的围困 李金没有在跑 他需要在这里做个决定 是杀光他们 还是他们让路 你们两个 且退去一旁 曲氏和燕回战战兢兢的离开 却又不舍的走远 哪怕明知道留在这里很危险 仍然不能克服心中的好奇 和他们两个一样的 还有数十名人类修士 他们都是在最后度诗时被打断的诗蛇队伍 也有幸见证了这次天移梦境难得一见的闯入事件 数石头是魂兽 前后左右上下 把李基立体围住 但现在没人再敢指他 因为第一个这么做的魂体正被那凶人提在手里 软塌塌的 也不知是死是活 李基毫不在乎 他不见得能赢得这场战斗 在天移梦境 精神力量被急剧放大 在方才一番短暂的接触中 他大概找到了自己的极限 十余头是魂兽可以对付 再多就很麻烦 但他也不需要同时面对这么多对手 打不过时飞出去就好 然后再换个方向途径来 这就是单体强大的可怕 根本没法做个周全的防御 除非有个敢于正面相抗的存在 一头是魂兽越重而出 李基无法分辨他们中的地位高低 但在这时候能站出来的 想必在魂体中是最有话语权的 尊克这是要与整个魂族为敌了 李基一笑 我自来拿回我的东西 也谈不上一定要与谁为敌 但如果贵族铁了心必护于他 我也不介意与谁为敌 我这人斤斤计较 牙字必报 你不遂我意 我便留在这里百年与你周旋 修真长河中 古族单传无数 古往今来 每个阶段都会消失很多 想来魂族也是无所谓的 那就不如我们一起努力 在修真历史中在天上一笔 也让我李乌鸦成为青史恶名 臭名昭著之辈 数十是魂兽奇奇鼓噪 精神异动之下 远远关桥的数十名香火道人 不得不一退再退 但在风口浪尖上的那名道人 却是无所畏惧 把守中大乌贼一职 只会是魂兽群 冷声道 这是我第一次奉还战利品 也是最后一次 我现在去找我的恶师 贵族任何一个的阻拦 我都会认为这是不合作的态度 那么就看看是你们创造 斩杀上进修士的历史 还是我创造灭族的历史 身形一荡 再次向恶师所在处飞去 第2005十五章两手空空 李基这一走 没有一个是魂兽香兰 可以说 他已把心理压制使用到了极致 境界的威压 不达目的是不甘休的决心 分割恶师和他们的纽带 指挥他们背情的族人 如果这一切还不能让魂体们置身事外 他将毫不犹豫地开始杀戮 不觉不收 他是有点吹牛逼的 不是能力上的因素 而是灭族这种行为 在修真界 灭族是一种非常大的因果 尤其是那些远古残种 他们在天道的普策上 都是占有一席之地的 灭一个就少一个 其中背负的因果 很难说不会对修士造成影响 李基灭过门派 可那距离灭族差着十万八千里 他也曾灭过一方宇宙的虫族 也不过是万千宇宙中的其中一只罢了 但灭这个古老的世魂兽一族却是不同 他有预感 牵扯不小 而且最重要的是 灭此族和他斩恶师 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恶师可以通过他的传送法阵 随时随地地离开 留下他在这里网造杀孽 这是个亏本的买卖 他还没傻到这个份上 而且他很怀疑 恶师能第一时间找来这里的原因 恶师的智慧就来自于他 他知道的 恶师就一定知道 那么他不知道的 恶师又从哪里知道的 没有某种神秘在背后指点 恶师能找来这里 他里乌鸦修道三千年也没来过这里 甚至都没听说过这里 别说是三百年 无人告知的话 就再给他三千年 也找不到这个鸡脚嘎啦 那么问题就来了 如果是有人故意引导恶师来死 他有什么意图 是魂兽的实力不足以组织他 这并不是很难对比的事实 他担心自己沦为某些人的一把刀 担心是魂兽这些大门不卖 二门不出的笨蛋被人利用 所以哪怕能杀 不到万不得已 也不能下手 好在 和外界接触甚少的是 魂兽们终于服了软 也是礼机的方式巧妙 他没有要求魂体们当面认怂 作为一个主权种族介遇 被人逼到这种份上还要开口认错 嚣张也不是这么嚣张的 总要有点分寸 给人留个台阶 留个转圈的余地 否则真碰上头脑不灵活的一根筋 不好收场 为非出多长距离 变慢了下来 这让紧随其后的事魂兽们大惑不解 他们还想究竟看看人类是怎么展示呢 对为首的魂兽 李基颇为不满 纳斯跑球了 李来说说你们魂族打算怎么弥补我的损失 那魂兽不接话茬 他跑了 又不是我们苏使的 我也实话实说 他在这里准备了三百年 你怎么可能展得了他 李基不依不饶 没你们扎场子帮衬 我一个突袭 他未必能有机会传走 那领头魂兽摇头 你不会以为你混进来后才被他发现的吧 虽然我们感觉不到你的存在 但你的恶失却早早就有了感应 也是早早就邀请我们帮助 否则你以为我们在那里是做什么呢 李基斜眼看他 那怎么你们现在不帮了 魂兽毫不脸红 思来想去 你就是他 他也是你 你们自己家的事 外人也不好插手 李基嘲道 你们不是朋友吗 现在他为了自身安全就这么跑了 你们怎么想 如果他再回来 接着做朋友 接着替他隐瞒 接着做人的挡箭牌 是魂一族如此高尚的品格 真正让人刮目相看 我就不明白 你们是怎么活过这十数万年而没被人灭族的 魂兽之手沉默半少 叹息道 尊客也不要用这些怪话来激我 我魂族庇护恶师有不妥之处 但一切来源于未知 庇护本身没有问题 而且三百年相处也有了些情分 故此所作所为也算恰如其分 关键是 无论我们是否庇护 你自己的恶师自有你的感应 你想轻而易举地斩掉他难比登天 他留在这里看我们能否帮助他抗拒于你 不能的话还有下一步的去处 就结果而言 不影响根本 所以我魂族其实也谈不上坏了你的事 至多 就是个配合不力 但如果考虑到三百年相处 你这陌生人一来 我们就把朋友拱手送上 这才是不合情理 不尽人情的吧 你有什么要求就只说 不要拐弯抹角 抓住一点不放 就为捞取其他的利益 也是个明白兽 虽然与人类少有接触 到底不傻 也是不好胡弄 礼机也不为以慎 归根到底 他是来斩恶师的 不是来灭魂族的 有三点 你们听听能否做到 这第一点麻 我此来和外面的香火道修是无关 你也清楚 以我的能力 我想做什么也不是他们能阻止的 所以 如果你们心有怨气 就不要迁怒他人 可好 那魂兽痛快点头 明白 你说的其实就是天性门吧 我们找他们麻烦作甚 毕竟互相之间都用得上 我魂族虽然我行我素 但也是讲道理的 这是与他们无干 一切照旧 不会迁怒找后仗 礼机一笑 这第二条麻 我可不信恶师在天一梦境 就只布置了那一处法阵 脚兔三摇 这家伙的后路怕不仅止这一条 我的意思 贵族能否指点他的其他落脚之处 线索多些 就不会有闪失 你也不希望我再回来一次吧 魂兽稍一犹豫 想一想这作对的两人 其实就是一回事 何苦自家在其中作辣 可 他在天一有四处类似的布置 稍后我带曾克一一看来 李姬满意的点点头 这突破口只要打开一点 其他的也就是顺理成章 最起码 让魂兽们感觉出卖恶师不算出卖 是修饰左手和右手的矛盾 也就没了心理负担 第三点 我想知道 为什么我的恶师会逃来你们这里 别和我说是偶然 踏上一个落脚点距离这里隔着百十方宇宙 如果只是随性乱飞 他就算是飞百万年 也未见得能找到这里 所以 是不是有人指点 三百年前 你们又是凭什么接受的他 处我直言 是魂异族并不好客 哪怕同为精神之体 你们就能轻易地信任他 留他三百年 却从不担心 他可能会给你们带来什么灾祸 第2056章追踪 这一次魂兽回答得很坚决 我不能告诉你其中的内情 我只能说 我魂族在其中是有苦衷的 牵涉过身 我不能因为尊克你 而得罪我们同样得罪不起的人 李基一笑 心中已有定数 他不需要知道是谁干的 魂族也不可能告诉他 他只需要知道 是不是有其他神秘存在插手其中就好 现在有了魂兽这句话 有些猜测已经得到证实 无妨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我不会难为于你 那么 咱们这就去看看那些后路 我的快着些 那东西跑远了可不好追 魂兽长舒一口气 心中对这道人也不再如之前那般的敌视 最起码 这人还是懂规矩的 并不如和咄咄逼人 和之前那种要韭菜炒魂兽的架势又有不同 谈话的艺术 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彼此的关系走向 在这方面 是李基的强项 提要求 一定要注意分寸尺度 既要满足自己的需求 也要考虑对方的承受极限 还必须混杂一个对方肯定不会答应的要求 目的 就是在对方拒绝后 心生歉意 然后就可以在其他地方找补回来 就比如这最后一项 他故作大度的不做追究 就让魂兽感觉他还是能沟通的 于是在下一步寻找恶失的后路时能尽心尽力 也是一种话术 不着痕迹 大部分是魂兽都已散去 继续他们未完的度尸 只有树头魂兽跟着 李基随他们在天移梦境中穿行 行境中 魂兽们忍不住问道 人类修饰自百万年前已经开发出了比较安全的上境之路 为什么尊刻不走衰竟 却偏要走这为基四伏的古法之路 李基就笑 这就是人类可以足迹遍布宇宙 而你们魂兽时数万年却只能没守在天移梦境的原因 人类麻 总有不知足 不满足的时候 是个天生贪婪的种族 如果是人类停留在这里 别说是十余万年 便用不了百年 除了实在走不动的 其他的怕早就飞出去自谋生路了 修行也一样 有愿走大道的 也一定有愿走小路的 还有翻墙的 挖洞的 并以此为傲 彰显不同 魂兽就笑 这个道人有一种牟利 他在夸耀人类种族的同时 却一点不给其他种族尴尬的感觉 反而叫得万生万灵的各有千秋 不讨厌 尊刻说的是 魂族在这方面就差了许多 仿佛离开了天一梦境 这种精神力量异常的地方 就失去了生存能力似的 也许 我们需要改变 李基确有不同意见 你们最好不要改变 因为你们这些古老的种族 有一点永远比不上人类 因为你们的繁衍子孙的能力 就你们这百八十个 真出去了宇宙 怕连种都留不下 无数的牺牲 就是走出去的代价 和魂兽门一路纵论 关系也不像之前的那么紧张 至少 有了交流的欲望 在魂兽门的带领下 李基仔细查验了恶尸在天一梦境的四处法阵 也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地方 都是他自己的本事 一眼就能看出其中的门道虚实 在这方面 恶尸所会的 全部来自于他 于是毁去了这四处法阵 也算是断绝了恶尸回归之路 就这四处 没有其他了 魂兽肯定道 便这四处 这里是我们的地盘 任何异常都逃不过我们的感应 尊客尽管放心 若再有其他暗手 大可找回来寻我魂族麻烦 李基就点了一颗烟 再散了一圈 我能感觉到他离开的方向 也能大致感觉距离 很遥远的地方 往某个方向指了指 在哪个方向 你们有什么看法 为首魂兽犹豫了片刻 他在恶尸和本体之间稍益权衡 也就明白了如果要选择 应该选择谁 选择恶尸 恶尸也便不成仙师 而且随本体而亡 选择本体 就有可能和一个未来的先人节点道远 关键问题是 他就感觉那恶尸真的是不够恶 可远远没有本体这种恶道骨髓的感觉 也不知这恶念如何分出的 这是搞反了吧 谁会是最后的胜利者 他当然选择更恶的 尊客有所不知 我是魂异族在十数万年的历史中 虽然从没有族人远离天移梦境的经历 但我们却在这里接触了一代又一代 无数代的人类修士 正如你所说 你们人类就是个闲不住的种族 就没他们不敢去的地方 这十数万年下来 也有很多从那个方向回来的修士 其中一些走的也是相当的深入 综合他们对那个方向的描述 越往前走 星体天象越是稀疏 直到最后接近于无 其中最接近的 他自己说往里飞了近两百年 直到感觉到冥冥中有危险征兆才回头 据他说 应该还有比他飞得更深入的 但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 却没有能够平安返程的 那是一个禁区 因为自此言这个方向深入 沿途基本不再有修真心体 所以也没有土著修士可以考证 他们香火道离不开凡人的支援 所以在开拓方面就大大不如你们这样的道门修士 大概就是这样 我的感觉 君之恶是应该对那片空域很熟悉 之所以在我天移梦境停留 不过是个中转之战 他最终的目的应该在彼端深处 李基就叹了口气 他已经有所判断 这真是兜兰绕去 又从起点回到了原点 他没有急吼吼的立刻便追 是因为早已意识到单纯的速度上的追赶 在和恶师的斗智斗勇中已经不太重要 关键问题是要搞清楚恶师行为动态的深层此根油 为什么在天移梦境停留 为什么要跑向那个方向 还有他一直很怀疑的一件事 这头恶师可远不如历史记载中 其他修士分出来的那么恶 为什么 是因为本体李乌鸦是个圣人 就根本没恶念 这真正是宇宙修真界最大的笑话 是因为他的这具恶师在分出时存在缺陷 并不完整 好像也不对 在恶师分出那一瞬间 也就是他过去本我分神成功那一瞬间 他有非常清晰的直觉 这就是他的恶师 不会错 第2057章离开 李基现在 有很多的疑问 在从中找出基本的脉络前 他不想轻易地踏出这一步 现在 既然是魂兽们已经向他透露了某些东西 对那个他带足了360年的地方 他还有什么迫切的呢 恶师 是在他进入死级空间百来年后分出来的 所以恶师并不知道他现在在死级空间可以通行无碍 黑洞抽取的效果对他无效 更不知道他有研究出了一门崭新的剑法 谢离婷 在天一梦境 他有意隐藏了自己巨大的提高 就是因为他知道这地方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地方 恶师以为那个空间属于精神体 殊不知那地方现在也属于怪胎里乌鸦 所以他不急 可以尽量考虑得周全些 争取不要在那个空间再出什么疲漏 他已经有点厌倦在广阔的宇宙中追一个毫无追求的念想了 当燕回看到一群有说有笑的视魂 受围着那个怪人飞过来时 再一次地突破了他的认知局限 他没法理解 前一刻还拎着头大乌贼嚷嚷着要找韭菜炒了的这人 怎么现在好像就成了这些很难伺候的魂兽的做上兵 这人所到之处 无时无刻不再发生着翻转 香火道人们都施舌实是这样 现在轮到了一贯不尽人情的是魂兽 结果还是这样 这已经不能完全用实力来解释 而是包含了更多 翻手为云 覆手为语 说的就是这种修真界中难得一见的枭雄人物 人一惊讶 就难免脑袋生锈说出一些不该说的蠢话 咦 你还要韭菜麻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李姬就很怀疑这女子是怎么做到圣女这个位置的 台式曲是狠狠地用神式刺了他一下 把他从蒙蔽状态中解救出来 前辈 这是要走了麻 李姬含笑点点头 介绍道 来来来 这是我在天一梦境的几位老朋友 这两位是天性们的同道 你们认识认识 出门在外 多个朋友就多条路 少个敌人就少堵墙 他这种自来熟的态度让魂兽和天性们双方都很尴尬 拜托 这两家认识的时候你还没生出来好不 不过这种拳头下的友谊也许不能持久 却是见笑很快 一番寒暄 李姬笑向魂兽门 等我从彼处回归 有机会的话 并会把那里禁区的虚实转告于诸位 咱们再续友情 又看向天性们两人 你们欠我的人情 可是要还的 别以为就这样就没事了 徐氏知道这是玩笑话 但雁回圣女可不这么认为 他也是个较真的 不肯平白落人人情 你要人情 我喊你就是 不过红颜亦是 岁月无情 你自己若是耽误了时间 就别怪天性们只有人老珠黄之人 却是没有风华绝代的圣女 李姬纵起身行 哈哈大笑 好 这口韭菜 我是吃定了 诸位 宇高昼长 咱们有缘再见 流光一闪 已是失去踪影 方向正是恶失离开传颂的方向 他现在也无需掩盖自己的感知 既然已经放纵恶失进了他自以为最安全的地方 遁天遁地 他也无处可逃 也不需要控制速度 他现在已经能够做到长时间保持时空遁形 通过内密运转维持自身精气神平衡 也只有到了现在这个层次 或真价实的一盏阳神 他真正具备了在宇宙中长途旅行的能力 而不用担心过多的浪费时间 也不需要每到一方宇宙都恨不得马上找到究竟的灵宝传颂系统 是魂兽所说的有修士在这个方向朝前飞了两百年 那不过是主世界阳神的能力 还是相对较弱的香火道阳神的能力 而以他的速度 别人的两百年 对他来说可能就在二三十年之间 这是值得飞跃 飞行中唯一的感受就是周围星辰的越来越稀少 在正常的宇宙星空 时时刻刻修士能观察到的大小星体都已一计 鉴于星空的无影 没有气物阻隔 配合修士强大的感知 就仿佛处身于星光海洋中 无数的星光 无非就是大小 远近 明暗 动静间的区别 进入香火道盛行的数十方宇宙中后 这个数量急剧下降到了百万级别 别以为这个数量很多 在宇宙星空 立体环境下 周围百万可见星体往往都预示着修士飞行 今年也未必能撞上一颗 凡人看星空 星辰是屈指可数的 修士看星空 尤其是像李基这样的半仙 就像用巨大的光学望远镜来看 其景深非常人能够想象 到了李基现在来到的空域 周围星体再次急剧减少 若到了万数之下 这已经是个非常奚落的程度 而且顺着他的一路向前 这个数量还在缓慢而坚定的减少中 对李基来说 这种感觉并不陌生 他知道继续怎么飞下去 能够感知到的星体中将降至个位数 也就是说你拿光学望远镜搜遍周围 也找不到几个能发光的物体 黑暗 笼罩了一切 二十余年后 周围空间也只有撂撂几颗星辰 但在正前方 一个洁面无限大 却没有任何光芒反照的天象 逐渐变得清晰 那是一种熟悉的感觉 一个他曾经苦苦探究了两百年的感觉 照镜之壁 他又回来了 在逐渐的接近过程中 开始有三三两两的修饰出现 都是摔镜修饰 一个个的正忙于和眼前的另一个自己战斗 他悠哉悠哉的放慢速度 偶尔遇到一个相熟的也打声招呼 这样走了数月 一个熟悉的人影出现在眼帘 这个人 应该是他结识的第一个衰竞修饰 但他进出外景天两次都没有遇到 本来还在奇怪老家伙是不是完蛋了 没诚想在外景天没遇到他 这在照镜之壁却看到了他的行踪 也是缘分 于是从那戒中取出马闸 酒壶 干果 想了想 又取出一瓶很久以前尝试做的臭豆腐 宁开平赛 网豆场吹了口气 在宁上 不远处 传来抠脚大汉牛历史的喝骂声 悟那小子 又拿美味来乱你牛爷爷的心神 不许私自享用 某家烧带片刻就来 第2058章叙旧 没过多时 牛历史解决了身前自己的镜像体 飞扑而来 一把夺过玉瓶 宁开平赛 深深吸气 壮极享受 李基竟在咫尺也没闻到半点异味 竟被历史吸得分毫不漏 生怕露出一丝 就是极大的犯罪 抠脚大汉满足地深深吸了一口 玄机拧紧瓶盖 再伸手在脚上摸了一把 细细品味其中区别奥妙 来回切换 平平点头 又看了旁边李基一眼 李峰必比试 是嫌老子的脚不好闻麻 李基点点头 不是不好闻 是根本没法闻的欧搜之戏 前辈 我很奇怪啊 外景天的灵狐忧静那种地方 你究竟是怎么通过的 流利是脸有的色 老子就没费劲 直接通过 因为没有狐狸愿意接老子的盘 李基就笑 此次看到牛利是 已经不是第一次的一衰之径 而是二衰稳固 想来他在外景天的这些日子 利是正在闭门用功 否则无论如何也是能见一面的 他后腰上别着一截胡尾 所以他有此疑问 前辈境况可还好 外景天怎么样 还是往常那般的死气沉沉 流利是就哼了一声 倒是比以前热闹了些 不用死争末未淘汰 大家就有更多的心情来做些别的 比如现在 打架的明显多了 死伤之数比来照进之币还多 大家都很感谢你的付出 说你为外景天找到了存在的意义 李基就有些无语 关我毛事 那是你们衰竞修是自己拉屎不干净吧 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不去外景天 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 流利是就黑黑笑 真相是一回事 纠真历史是另一回事 在古往今来 所有外景天衰竟大家一起背锅 可又迷你乌鸦一个内景天 祸害当替罪羊 你说他们会选哪个 所以 是你破坏了规则 是你打穿了内外景天的平衡 明明中天道有所变化 内外失衡 然后照进之币 才会出现镜像人之祸 李基就有些气急败坏 等等 老子打穿内外景天在预测传出照进之币之后好不好 我黑也不能这么明目张胆 肆无忌惮吧 流利是瞥了他一眼 一个人这么说 那就是污蔑 百人这么说 就一定有其道理 数万人这么说 而且一直这么宣传下去 那就一定是事实 怎么 你有意见 李基一昂头 憋出一句 老子没意见 变坏事都推到我头上 又能怎的 了不起老子把这些没做过的 就真正做过一遍给那些家伙看 全洞不是还有头妖怪麻 灵狐幽静不是还有大把的狐狸麻 迟早老子把他们都放出来 我看看谁还给我安罪名 所谓因果 无非如此 罪名都给老子安了 还不需我做出来完成因果 流利是就瞪着他 挑起大拇指 好 有气魄 是爷们 不过以后别和人说跟老子我学过空间之术 你那些因果老子要是沾上 怕是死无葬身之地 举了举手中臭豆腐瓶 闲话休提 先说正事 这东西 要怎么吃才正宗 礼姬也不含糊 从戒中取出一笼馒头 瞬间法力生疼 拿出石油如新征出的一般 趁热 夹着吃 或者油炸 不过那是另一种做法 我是不会的 在他前世 臭豆腐是分南北两个流派的 他勉强能搞出北派臭豆腐 但有些散 跟一坨屎一样 也没法炸 不过对抠脚大汉牛力士来说倒是正好 牛力士大快朵仪 因为工序不正确的原因 里姬的臭豆腐除了臭 还有一种更深层次的让人无法忍受的味道 而且哪怕是在那届这样的无菌空间中 放置的时间也有些涨了 一接触滚烫的馒头 那真是天雷勾地火 连附近的其他衰竟修饰都有人向这边看过来 怀疑两人是不是在搞什么瘟疫类的东西 你怎么会跑来这里 离照镜之壁还远着呢 而且你过来的方向也不对 是从外面过来的 怎么回事 你们古法修饰除了在里面干活 还允许四处乱转麻 流力士别看人长得粗豪 可观察细致 一眼就看出了李基的不对劲 李基也不瞒着 我不在这次干活的序列中 来这里 是想去照镜之壁里面干点私事 流力士就惊讶 私事 莫不是去砍人吧 你这小子 这地方也敢乱来 你不知道上头还有几尊大仙在手着呢 被他们发现 再把你顺手给湮灭了 你说冤事不冤 李基就叹了口气 是砍人 不过也不是砍人 其实是自己砍自己 把自己的窘境简单说了说 听得牛力士瞠目结舌 最后只能看到 李的事还是别和我说了 好像已经超过了老子的理解范畴 也超过了老子的能力所限 陈元死得好啊 否则若是现在还活着 也得生生被你给愁死 不过我的建议 哪怕这是你自己的事 也最好去和几个仙人报备一下 行情是总没坏处 关键是你的行踪 也瞒不过他们的视线 真到了较劲的时候 哪怕不指望他们出手 至少也不会给你添乱 那些仙人 最记在他们控制的范围内 搞风搞雨 这是长者之言 很庸俗 却很实在 李基虚心接受 稍作盘缓 喝了几杯 听力士吹牛 也对外景天的 现在有了个大概的了解 然后词别力士 稍微改变方向 向力士所指引的方向飞去 仙人在哪里 不道人先境界 你是很难发现他们的踪迹的 尤其是在他们不想让你发现时 在修真界 所有的境界鸿沟中 差别最大的变质有两种 一个是筑基和凡人之间 一个就是仙人和任何未成仙的修士之间 因为过去现在未来收敛 因为时空唯一 他们拥有的能力是完全凌驾于主世界修士之上的 也包括内外景天的修士 这种差别 基本不存在越阶袭杀的可能 不管你有多异类 哪怕强如李基 也绝难有这样的可能 在照镜之壁的几个仙人 也只是轻描淡写地隐藏了自己的踪迹 而不是那种欲敌时的手段摆出 又偶尔有下来处理异常的心力 所以在这里待的时间足够长的历史也能猜到他们的大概方向 就像老虎不在乎在楼椅面前遮遮掩掩 但李基出来乍道 他能感觉到仙人的气息 却不能确定他们的归处 所以历史的指点就很重要 第2059章送礼 李基就一直向那个方向飞 看似空无一物的空间 直到时数日后隐隐有感 再往前就会进入仙人们的感知内核 才停了下来 这是一种分寸 当客人的 尤其是自知不太受欢迎的客人 他其实并不清楚人家仙人愿不愿意见他 所以停在礼貌的距离之外才是最好的相见方式 他还没见过仙人呢 虽然也没这方面的冲动 遥遥拱手一礼 从那届中被出一桌丰盛的宴席 当然是他自己最好的酒肉之席 以法力包裹向前方渡去 修饰之间的交往 自然有修饰的云淡风轻 一茶一果 淡泊致远 但李基是不玩那套高秒的 他一直坚持的就是本心的大酒大肉 你爱吃不吃 反正老子心意到了 却装不来风雅 因为他本质上 就是个喝酒吃肉杀生的俗人 这是他的自我定义 弟子恶失逃入赵敬之壁内 为人为乙 须得寻踪网斩 私入空间 还请各位仙人体谅 几名仙人正各自运神 为这句恳情所扰 面面相许 这人怎么又回来搞事了 各自掐指一算 已知并无虚言 皆苦笑不已 古法修行 数十万年来都没出现过这样奇怪的事例 谁展示时不是百般准备 千般小心 勿求顺利完美 却是极少有出这种疲漏的 展示之难 难再展出 至于如何展入 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件事 分释方出 各方面都在水准之下 本体展之一如反掌 出这种错 就像维基分题都做对了 却毁在一加一等于二上 也算是个正常的请求 其实 对修士可不可以私入照镜之壁 原则上 仙人们并没有硬性的规定 只不过这地方太过偏僻 又有镜像抽取之难 所以正常情况下 也没人肯来罢了 如果有修士愿意常住这里 仙人们还求之不得呢 不过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出现这样高风亮节的人物 这唯一的一个 还是来处理自己的私事的 绝秀略一陈吟 便答应了他的请求 可 不过你要小心 不能卷入死集空间内的道筒纠纷中 不管因为什么原因 更不许杀人 否则定要你以命向底 你可明白 礼绩再败 多谢各位仙人体谅 区区久时 谈不上珍贵 换换口味而已 也料尽晚被仰慕之心 看仙人们也没其他的表示 遂转身离去 来到照镜之壁前 在盘坐恢复的时数名修士中 没看到哥的身影 却看到了燕城双胜中的黑胜 于是面上浮起最温暖无害的笑容 花儿一样 黑胜心中一尘 按道我命修矣 这凶人竟敢追来此处 不顾仙人坐镇 这是要斩草除根 愁不过夜麻 一时间心中恍惚 寒夜暗生 他是被这件修给杀怕了的 虽然古法修士都是个宇宙中最杰出的那一类 生死早已置之度外 但认识都有极限 遇到实在抗拒不了的人 他们仍然会选择退避三射 这人当初的恶尸都能斩得自己狂奔而逃 这本体亲自而来 自己还有多少机会 凶人明显就是在死级空间等他 那么 自己还要不要进去了 李基兰的管黑圣的犹豫不定 自顾自的往里飞 以他的直觉 和对死级空间的无比熟悉 那东西正是躲在神秘黑洞附近 大概是因为他叫的那地方的抽取力度最大 所以最安全吧 在飞往神秘黑洞的过程中 他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 按照修真界历史记载 对恶师的处置一直是个老大男的问题 不仅仅是实力相近 也是不好追索的原因 纸上的来中觉浅 觉知此事要恭行 当传说变成了轻历 其中变化莫测 才发现那些有记载的传说是多么的不靠谱 他的轻历告诉了他 恶师的追寻似乎也不是那么的困难 甚至 有轻而易举之嫌 斩恶师 在修士修行路途上的关爱之嫌 作为一名古法修士 对此必须要有足够深刻的认知 那不是睡一觉后灵光一闪就能做到的事 如果是这样 四圣天上早就人满为患 无处插脚了 他立即合的何能 就能如此轻松 斩善师之前 他经历了多少险恶 无数 这才在后继伯发之下有一斩之力 三斩之斩只能越来越难 那么 没有足够的时间沉淀下的二斩 就这么轻而易举地发生了 让他百思不得其解 他也希望尽快上进 但前提必须是 有基础的 水到渠成的 自然而然的上进 恶师的出现 打乱了他对自己修行过程的计划 虽然也羡慕古人的一日斩三施 但他更希望脚踏实地地慢慢来 他感觉自己的魔力还不够 不足以支撑未来的大夏 本来这只是一种感觉 但在死级空间对数万修士分神破念时 他有一种想法 过快地斩去恶师 很可能就意味着未来的执念永不可斩 只是一种感觉 每一次大境界前的艰难 都让他想起来后怕不已 到现在他已经适应了这样的艰难 如果忽然变得轻松了 他反而有些不知所措 他也怀疑自己是不是在犯见 就不许天道偶尔一次也开开眼 放他里乌鸦一次 他修到上进的时间 在主世界修真体系 注击到阳神过程中还算是中规中矩 三千年达到阳神层次 就是个平均水准 问题是他在这其中还出了两次诗 这就有些惊世骇俗 可以说在古法修行中 他开始骤然提速 这也是天秀他们感觉最不可思议的地方 但以他自己想来 如果按照他从踏入道图开始就修行古法皇庭内景经开始 三千年搞出两诗 好像也不是太过变态的速度 一个事实是 虽然他展示的速度快得惊人 但也和他高品质的修行过程有关 他的时间 很少浪费在闭关数百上千年上 而是无数的麻烦 一个接一个 永远走在钢丝绳上 永远在脚屎 不停的脚 而闭关百年几乎就是他最大的忍耐限度 还没几次 就这种经历的意义 别说展两诗 就是展三诗直接展成人仙 好像也是他应得的 第2060章接近 李基在幻德幻诗中 开始接近神秘黑洞 在这个深度 早就不见了其他内景天修士 但在仙人的感知中 他的这种接近就代表着很多的东西 这个小家伙 看来是解决了死级空间抽取之谜 否则不能如此 考虑到上一次他深入后仍然能原路返回 嘿嘿 也是个人才啊 杜素则则叹道 就是仙人 也不能免除尽死级空间后被抽取能量之苦 只不过对仙人来说 他们被抽取的速度要远远低于半仙门 就更别提那些像开了阀门一样浑身往外泄的真君了 他们对死级空间的忌惮主要还是在于那些怨念精神体的疯狂上 这些数百万年下来累积下的无穷无尽的怨念 对他们这样的人先有致命的吸引力 一旦深入 那真是无边无言 漫天漫空 因为这些怨念的本质 就是放弃不下对成仙的追求 现在有人仙进来 就像飞蛾扑火 纯粹就是本能的追逐 相对来说 半仙门进去就没有这些烦恼 因为他们只是半仙 其实和这些怨念生前达到的高度也没什么区别 所以 没有吸引力 除非半仙主动招惹他们 那是另一回事 虽然如此 却也从来没人解决过死级空间的抽取问题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这个减修很了不起 在修真世界 不是高境界的修饰就一定能做到低境界修饰能做到的一切 闻道有先后 树叶有专攻 每个人类修饰都是一个独特的自己 都有自己擅长的那一方面 其中一些特别出色的 他们擅长的东西连仙人都叹为观止也不奇怪 不用担心仙人会因此产生亏据之心 这么想的人 就是心境没有完全打开的低阶修饰的思维 成仙之后 眼界大开 所见所闻 浩如烟海 又怎么可能为一种非常局限的特殊环境下的特殊能力而动容 太小看仙人了 恶尸逃走 再斩渺茫 即使成功 我也没听说过有哪个修饰在这种状态下还有上进的机会 你们听说过吗 鬼素云淡风轻 这是他这些年来听到的少有的一个好消息 以他百万年的生命历程 他说没有那就一定是没有 哪怕他并不是古法成仙的路子 展师 是个非常复杂的概念 人们说起它时往往很容易 但要真正做到 其中的复杂多变 凶险难测 是为展过师的永远也理解不了的 事实上 古法修士在展师过程中出的路子远比历史记载的要多得多 多的你都不敢想象都是半仙的人物还会出这些匪夷所思的疲漏 不说绝大部分分不出师的 就单说那些能分出师的 在瞬息间的展师过程中 也可能出现 吃分的彻底麻 会不会是假师 吃淘了怎么办 如果追淘时间过长 怎么判断这还是不是自己曾经那头最纯粹的师 别人展了怎么办 虽然本体在它就不会死 但出现可能的变异却是必然的 怎么解决 还有更奇特的 修真戒中也出现过 那就是展别人的师 证自己的道 等等 无数的可能 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容易 绝秀一审 他知道鬼素看古法修士不顺眼 时常针对 但作为外景天的管理者 鬼素在处事分寸上掌握得很得体 他若真心粗暴对待 这样的脚使棍便十条命也挨不过去 只是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使些手段 不过都未成功罢了 这样的手法 百万年来已经使用过无数次 有无数所谓的天才因此而隐恨终生 只不过这一次 那剑修的生命力格外旺盛而已 他遵循古法之道 我们就没理由阻止 至于未来怎样 甘亲和事 几人继续沉默运神 终究 不过是一只小小蝼蚁的求生之路 可以忽略不计 李基接近了神秘黑洞 这二十来年的奔行 也让他想清楚了很多东西 既有所决断 也就放下了心理包袱 他倒真的满怀好奇 想知道恶师会给他什么样的惊喜 会跑到外景天去麻 会冲到主世界一路作孽杀路麻 甚至 去往其他的时空 演绎出争七狗血大戏 或者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路数 他真的很好奇 事实上 结果很出乎他意料 他想的从前是现实各种传记小说上看到的各种脑洞大开的变化都没有 黑洞之旁 一名道人悬空而坐 身前一暗 暗上一壶 正等待着他 李纳界里那些东西 拿些出来 也凑一桌 我这里除了这壶酒 确实身无账物 李基不言不语 行了过去 开始取出从来都是准备充分的吃食 对面道人继续道 来磕烟 别拿那种瞎等货 我知道你有个那节中有些极品的 李基一笑 你吃肉 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点能量 酸甜苦辣 世间百味 你可体会得 李饮酒 连熏醉之感都没有 飘飘然 意气提升 可曾经历过 李吸烟 能吞云吐雾 但那份寂寞感怀 可能油然自生 离开了我 那些习惯爱好 也不过是邯郸学部 徒有其行 恶失悠然自得 你不用和我说这些 不就是想说我生活没有品质 生无乐趣 最好的选择就是把头一伸 由得你斩麻 李基倒上酒 生命的意义为何 惶惶不可终日的逃奔 永无上境之路的挣扎 人类生存的动力 是头顶有光 前面有路 这些 你有麻 恶失举杯喝了一口 斜眼看他 继续惯 今日我就想见事件事 你这只老公鸡 到底能炖出多少碗鸡汤来 李基只是下意识的习惯 不过这一套对自己的恶失 不可能有效果 于是改变了话题 怎么不跑了 我很奇怪的是 身为恶失 你好像有些名不副实 你那些是浑兽朋友 甚至认为我才应该是恶失 恶失就叹了口气 不要断章取义 恶失 就应该是邪恶的 我是你的恶念所出 那么 你的恶念中有毁灭人类麻 有金银妇女麻 有烧杀劫略麻 有暗事亏心麻 如果没有 那么你分出来的我 又怎么可能有那些东西 我们去产判 你 与世 我们去产判